这个公主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的至亲被人杀害 自己却无能为力 她叫李卫央 这天卫央正在给她奶奶八十岁大寿 准备了一个惊喜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事 就是这个惊喜 害了她全家三百多口人性命 孔明灯被射落 大量有毒气体散发出来 原来这一切早有预谋 话说回到何西王府 与九位谋面的母亲和女儿相见 何西王心中感慨万千 但还没高兴多少时间 府里突然拥入大量官兵见人就杀 李敏锋直接称何西王反了 令手下将其绑了代下 驻守王府的士兵与卫兵杀成一片 李敏锋让重将士听令 北梁王室一概格杀勿论 一时间 何西王府血海一片 王府顿时一片混乱 李敏锋诬陷何西王谋反 不由分说 命手下绑了何西王 何西王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人拿下了 何西王意图谋反 被本将军识错 现已未遂之杀 心儿的侍女君陶赶来汇报消息 心儿不相信父亲会谋反 不愿意丢下父亲 于是眼睁睁看到父亲被斩杀倒地 心儿和王太后在侍卫的保护下 逃出了王府 李敏锋率兵在后追杀 太后深知自己年老会拖累他们 便让护卫和君陶带着心儿先走 她对你是大梁王室唯一的血脉 你有责任要活下去 你说快 保护公主 独自留下面对追兵的王太后被无情杀害 就这样 心儿再一次看见自己的亲人被杀 君陶为了救公主 披上公主的披风 取下心儿的玉佩 假扮公主和父亲引追兵离开 李敏锋误以为君陶就是公主 下令格杀勿论 杀他 锋误以为君陶就是公主 下令格杀勿论 厮杀中 明书被杀 君陶玉佩被抢 重伤跌入水中 生死不明 因为君陶身上佩戴着船是欲绝 而没有怀疑他的公主身份 而另一边的心儿 忍着疼痛 拼命地奔跑着 但最终因受伤体力不知滚落山崖 逃亡中的心儿重伤晕倒 正巧被上山采药的李卫央救了他 并把心儿带回了家 醒来的心儿 非常感谢卫央的救命之恩 卫央也很客气地说道 就是举手之劳 你不用太过于在意 这李卫央也是寄人篱下 寄养人流失 看他往家带人言语极尽刻薄 称 若要将人留下 就得拿出钱来 善良的魏央不舍地把生母 留给他的唯一纪念品 取出来交给刘氏 刘氏拿到玉佩还不罢休 对着魏央又是打又是骂 心儿实在看不下去 出手帮助魏央 把豆子洒落一地 刘氏脚底一滑 狠狠地摔了一跤 刘氏气得将两人反锁在屋内 李魏央告诉心儿 自己是魏国尚书李萧然之女 生母是尚书夫人的洗脚丫环 父亲为高权重 根本不会在意自己这么卑微的女儿 而且自己还是二月出生的 说他命中带煞氏克星 就这样魏央从小被送到乡下 刘氏家中寄养 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够见上一面自己的母亲 心儿也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魏央非常诧异 原来自己救的是西凉王的女儿 尚书府老夫人即将生辰 派人接礼魏央回府 却不想尚书夫人赤云柔派出的杀手 早已杰族仙灯 是我娘要见我了吗 不是你娘要见你 是阎王爷要见你 看着劫匪一步步向他逼近 他抓起一把沙子 就往劫匪脸上丢沙子 刚好丢进劫匪的眼睛里 女子健壮撒腿就跑 心儿上山给魏央送饭 眼看魏央性命不保 突然心儿出现 用一根筷子从身后插入杀手的 颈部降旗制服 救下魏央 魏央告诉心儿 杀害自己的人 正是嫡母赤云柔 心儿的大仇人李敏锋 就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哥 正当两人准备下山时 杀手再次挥刀刺杀 情急之下 魏央挡在了心儿前面 被刀刺中 心儿一个猛扑 杀手被地上的木桩刺中身亡 临死前 魏央让心儿活下去 替自己报仇 心儿回到刘氏家中 恰逢李府前来 迎接魏央 他心生 这李家还在外面等着要人呢 我上哪儿给他找人去啊 交不住人 我全家就没命了 我去 临走的时候 心儿从刘氏手里 要走了魏央娘亲 留下的玉佩 从此以后 心儿就成了真正的李魏央 心儿与尚书府侍女夜宿客栈 敢巧 高阳王破拔骏和随从 也在此留宿一宿 半夜心儿的房间突然起火 心儿与白纸 子爷二臂被困房中 眼看心儿就要葬身火海了 危机时刻 一个男子冲进火海 救出心儿 心儿发现 拓跋骏就是自己之前见过的 只不过 他上次是女扮男装 所以拓跋骏并没有认出他来 心儿还没来得及答谢 男子就匆匆离开 得知没有除掉李魏央 赤云柔肺都要气炸了 心儿来到尚书府 让从侧门走入府中 婢女刚要开口质问 却被人狠狠甩了一巴掌 可心儿也不是吃素的 侧门又怎样 我们堂堂正正的进去 接着向老夫人 大夫人赤云柔 二婶温氏 三婶周氏见礼 但未央不明为国礼仪 指得向老夫人跪地磕了三个响头 却被众人嘲笑是从乡下来的 最后 差一点把赤云柔认作青娘 赤云柔装模作样的关心 这个狗仗人士的丫鬟叫春明 他仗着是大夫人的身边的人 故意刁难 打骂李卫央 恶毒的丫鬟 眼神淋漓地走到卫央的身后 啪啪就是挤鞭子 卫央痛得直咬牙 卫央可不是逆来顺受的主 夺过鞭子 他叫众人抓住这个丫鬟 但丫鬟一点不怕 还威胁卫央说道 我今天代表的是大夫人 你敢打我 就是打大夫人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地位卑微的二小姐 竟然敢打他 很快 这件事传到了老夫人那里 赤云柔叫来了李萧然 对她说道 说自己派人去教卫央学会礼服的规矩 没想到 却遭到了卫央的毒打 卫央赶紧委屈地亮出手腕上的伤痕 可心疼了老太太 赤云柔还想狡辩 不料 卫央却说 春明假借赤云柔名义毒打自己 自己抽打春明 是为了维护赤云柔的名声 一番巧语让赤云柔吃了哑巴亏 只能在老夫人和卫央面前认栽 春明 你这次做的真是太过分了 还不赶紧向二小姐 去求爷亮 这次就算过去了 转眼到了老夫人寿淡之日 三小姐李长如 亲手绣了一副百兽图 给老夫人贺寿 可不知李长乐从哪里打听到消息 竟然也准备了一副百兽图 比李长如的更好 让李长如和他母亲颜面尽失 卫央另辟蹊径 捂着狮子向老夫人贺寿 老夫人看着新鲜 有趣很是开心 老夫人六十大寿 李敏锋作为长孙也会回来 正在捂狮子的卫央 一看到李敏锋 就差点失去理智 想象到自己一见 刺死李敏锋的场面 可她知道 这还不是报仇的时候 必须忍辱负重 所以她继续舞动着狮子 大小姐李长乐 不服自己风头被抢 是一丫鬟暗中使坏 丫鬟偷偷地把弹珠 从楼梯上滑了下去 魏央一时大意踩到了弹珠 脚底一滑 眼看就要摔倒了 恰好李敏锋陪着男安王拓跋鱼 赶到寿宴现场 拓跋鱼英雄救美 伸手扶住了魏央 等看清魏央容貌后 不经惊变 两人四目相对 注意看这个婢女 真是太狠了 竟然给气姨娘 灌有毒的汤药 不巧正被赶来的魏央看到 魏央赶紧抱住虚弱的气姨娘 丫鬟随后带人趾高气扬地离开 之后 气姨娘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然而奄奄一息的气姨娘 突然情绪激动地说道 气姨娘看到她手中的玉佩 相信了她就是魏央 抱着她痛哭流涕 魏央命人取来灶脚水 给七姨娘服下 她已经猜到 这赤云柔是为了嫁祸魏央 七姨娘昏了过去 还没等魏央反应过来 此时赤云柔带着李萧然 也来到了南院 李萧然听信赤云柔的话 声称是魏央的煞气 害死了七姨娘 魏央赶紧辩解 但口说无凭 然而就在这时 七姨娘突然醒了过来 故女心切的她 拖着病重的神医身子 跪求赤云柔 放过魏央 李萧然总算是念着旧情 见七姨娘没事 便也没有打算追究此事 然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心狠手辣的赤云柔 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放过魏央呢 很快 院子里养的鲸鱼 一夜之间全死了 突然又有下人来报 说是家中 玉刺的奇鸟 突然死了 还有四小姐 突然不幸失足落水 这些是接力而至 一旁的赤云柔添油加醋 四小姐趁机指着魏央说 是她这个灾心 来到府中的原因 赤云柔 趁机提出让法师过府看看 法师断定 李魏央 命中代煞须送出府去 还须用进过黑狗血的长鞭 鞭打五十下 方能除去煞气 听完这话的李敏德 赶紧向老爷求情 却遭到了赤云柔的呵斥 李萧然听信法师之言 竟真的眼睁睁 看着魏央被鞭打 七姨娘听说 女儿被打 拼了命冲进来 欲护女儿周全 但任谁求情 也无法令李尚书夫妇改变主意 眼看魏央 已被打得奄奄一息 是老夫人自愿减兽 十年为李家打杀 魏央才免于被鞭打制作 老臣愿意 折兽十年 最全家上上下下 打杀 彼此来弥补 魏央剩下的三十遍 被老夫人救下后 魏央住进老夫人的别庄养伤 白纸和紫嫣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着她 可却不知道 已经被春鸣动了手脚 魏央的伤只会越来越重 喝了这个药不但伤口永远无法愈合 而且等药中的毒性慢慢渗入体内 最后只有死路一条 白纸走后 魏央突发高烧 紫嫣想让别庄的崔妈妈帮忙找大夫 已经被赤云柔收买的崔妈妈 以各种理由搪塞 最后甚至让人把魏央丢到后山喂狼 原本还护着魏央的紫嫣 一听说自己可能也会被丢到后山 害怕地松开了自己的手 崔妈妈让人把魏央扛到了后山 还把她踢到了山下 魏央迷糊糊地醒来 却瞧见了不远处的狼 她使尽全身的力气 爬了起来 躲到了一个狭窄的山洞里 另一边 拓跋骏为躲避追杀 慌慌张张也逃到了这个山洞 魏央以为是坏人 劈头就是一棍 拓打骏捂住她的嘴巴不让她出声 情急之下 用手捂住魏央的嘴 成功躲过一劫 拓跋骏认出 魏央就是自己在客栈中救出的姑娘 魏央突然晕倒 拓跋骏赶紧把魏央带回客栈 并请大夫替她诊治 大夫称魏央是中了毒 且毒性是慢慢入侵 使其伤口无法愈合 她可以尝试着治疗 但过程会非常痛苦 常人无法忍受 魏央坚强地表示自己可以坚持 于是 大夫便开始扎针 魏央硬是咬牙 坚持不喊一声痛 拓跋骏于心不忍的 上前扶住摇摇晃晃的魏央 这第三针 非常痛苦 你可以吗 在扎第三针时 魏央忍不住抓住拓跋骏的手 三针过后 魏央昏迷过去 睡梦中的他始终不肯放开拓跋骏的手 拓跋骏不忍心丢下他 殿下 您应该练功的 对啊 我练好身功之后 我不停地说是你 抱着魏央 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隔天魏央苏醒 急忙把拓跋骏一把推开 并怒斥他为灯徒子 灯徒子 怎么又是你啊 直到认出拓跋骏是上次从火海中救出自己的恩人 他才喜笑颜开 拓跋骏亲自给魏央熬药 不仅如此 拓跋骏还手把手的交 魏央弹琴 因为太过投入 两人都没有发现 姿势有点暧昧 等着察觉之后 彼此很是尴尬 拓跋骏赶紧转移话题 你要是不累的话 我带你去看看 魏央看着周围的花 都是他最喜欢的 在花谱和蝴蝶中翩翩起舞 一旁的拓跋骏看呆了 另一边 李敏德受魏央所托 为了查明真相 深夜去法师府中查探 发现法师进入书房的暗阁 他们随后跟进 只听门内有幼儿大喊要回家 刚要行动时 他们就暴露了 经过一番打斗后 敏德被法师的手下包围 而手臂也被法师刺伤 突然出现一伙轻衣人 出手相助 放箭消灭了这些人 官府的人也随后赶到 法师也被关了起来 老夫人知道 魏央是被陷害的 决定风风光光的接回魏央 立刻派人去接魏央回府 拓跋骏接到书信称 母亲病重 他急着赶回平城 临边时 因为魏央尚在沉睡 拓跋骏在他枕边 留下书信和一把折扇 并命客栈找一个 手脚麻利的女工 照顾魏央 女工无意打失书信 因害怕扣宫前 便把书信藏了起来 醒来的魏央 看着陌生的女子 得知其已离开 拿着折扇的魏央 黯然伤神 李魏央在众人的簇拥中 第一次大大方方的 从正门进府 老夫人责备大媳妇 听信邀人之言 对魏央动用边形 如今该给魏央一个说法 赤云柔恨得咬牙切齿 在婆婆面前 也指得低声向魏央道歉 但他心里 已经对魏央的真实身份 起了疑心 决定让人去查理魏央的身份 魏央特地去看望李长喜 却发现 他上次掉下池中 弄伤的伤口溃烂不结痂 症状跟自己之前是一样的 二夫人还说 一直在用赤云柔送来的芋绒膏 给李长喜涂抹伤口 李魏央直接摔碎了 奈瓶芋绒膏 交代李长喜 以后不用芋绒膏 如果伤口因此慢慢好了的话 相信二夫人就会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看着李魏央平安回来 李长如很高兴 提起同时发生那么多的事 怀疑是有人要置 李魏央于死地 提醒李魏央 以后还是多加小心 姐姐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说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为何这么多事情 都在同一时间发生 却好像有人要将姐姐置于死地一般 谢谢妹妹的关心 我以后一定会多注意的 春明奉命前来请李魏央 去见赤云柔 赤云柔装作很热情的 拉起李魏央的手 同时问起李魏央在乡下的生活 可李魏央的回答 让赤云柔找不出破绽 那刘世佳 家境并不富裕 没想到 还能把你养得这么标志水利 那得多谢我娘 生我生的好 而赤云柔派出去调查的 也没有查出结果 但他总觉得这件事里有什么蹊跷 拓跋骏当初离开客栈时 给李魏央写的信中 约定好五天后 在一个地方见面 但因那封信被女工给扔了 李魏央并未见到那封信 因此没有去赴约 没有等到李魏央前来的拓跋骏 最后只能失落离开 李魏央欲抢过李敏德手中的笛子 李敏德情绪十分激动 表示那是其亲生父母 留给他唯一的东西 李魏央为自己不妥的行为道歉 解释自己就是喜欢 听说太子妃也邀请了李长如 和李魏央去宫中做客 是云柔十分愤怒 而太子妃此番的真正目的 是要给拓跋骏选妃 如果进宫 就意味着李魏央的面对下令 杀他父王和祖母的位帝 因此李魏央并不想进宫 而为了让魏央打扮漂亮进宫 妻姨娘还特地将当年尚书 送她的朱差给李魏央戴上 看着李魏央带着那只 有些年份的朱差 李长乐不免奚落一番 你就算不为了自己的面子着想 也要为我们李家的面子想一想 只不过李魏央一句话 就让李长乐吃饼 气愤的李长乐故意绊倒 没有防备的李魏央 信得李敏德前来及时扶住李魏央 李敏德质问李长乐 他如此的狠服 而他心仪的高阳王是否知道 李魏央想着上次赤云柔问自己 关于在乡下的事 明白赤云柔 在怀疑自己的身份 提醒自己以后处事的谨小慎微 李长乐对魏央不依不饶 让下人故意去刁难魏央 李长乐是个心机表 仗着自己是嫡女 处处为难魏央 李魏央决定夺回王祖母 送给自己的诞生礼 欲觉正在思考办法之时 他听白纸说 女孩子都害怕划虫 忽然灵机一动有了办法 李魏央故意给正在沐浴的 李长乐的房间放了一包划虫 然后穿着丫鬟衣服的他 趁机调换了欲绝 就在这时 李魏央只好将衣服拿得高高的 挡住自己的脸 等走到李长乐面前 故意说有划虫将衣服扔完 然后趁乱跑了出去 李长乐惊慌失措 叫来了很多丫鬟驱赶 终于拿回了欲绝 李魏央很高兴 隔天去应邀太子妃的宴会上 太子妃看见李长乐佩戴的传世欲绝 因为好奇 便拿过来欣赏 下面的人都嘲笑李长乐佩戴假货 太子妃见此 情形忙打圆场 谎称是自己记错了 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还送了长乐一份礼物 李长乐和长如在花园偶遇拓跋鱼 拓跋鱼邀请李长乐一起赏花 而一旁的李长如却非常失落 念叨自己总是那么不起眼 另一边拓跋鱼对母亲举办的宴席毫无兴趣 无聊之下一人在亭子里弹琴 而跟拓跋鱼一起赏花的李长乐 也听出秦英来自拓跋鱼之手 于是匆忙跟拓跋鱼道别 李魏央循着秦英果针见到拓跋鱼 再次见面两人均兴奋不已 喜不自赦 拓跋鱼 魏央 你怎么在这 李长如正好撞见有说有笑的两人 心里满是嫉妒 拜见高阳王殿下 他一声对高阳王的问候 让魏央的心瞬间冷了下来 回到李府的魏央 因为知道 拓跋鱼的身份后一直情绪低落 李魏央根本没料到 拓跋鱼就是魏帝的孙儿 而魏帝是灭大梁 杀自己至亲的仇人 可自己却对拓跋鱼动了不该有的心思 李魏央一直提醒自己说 拓跋鱼只不过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而已 魏央跟李长乐在这里赏花 李敏锋派人去寻北梁公主的画像 很快探子就送来了北梁公主的画像 听说北梁公主长得美貌天仙 李长乐想比比看 于是拿过画像准备打开看 在一旁的李魏央十分紧张 想要把画像抢过来 我也想看一下北梁公主的模样 你 好了 此画像关系重大 其中你们做攀比姿色的儿戏 李长乐却收回了画像 李敏锋吩咐吓人 将画像先放回他的书房 魏央心里明白 画像是致命的 一旦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夜里 他就穿上黑行衣 来到李敏锋的房间里偷画 魏央正打算把画像拿走时 听到外面李敏锋回来的声音 情急之下 用墨汁毁了画像 就在李敏锋斥责吓人时 发现了屏风后面的身影 正当李敏锋拿剑步步逼近时 一个黑衣人从天而降 和李敏锋打了起来 魏央从剑碎发现 黑衣人就是当年在大梁的贴身侍女君陶 眼看寡不敌众 黑衣人杀掉一个人 撒一把白粉就逃了 情急之下 魏央把君陶带回自己的房间 我已经不是大梁的公主 我现在的生存 是李敏锋的书名李敏锋 还没说句话 李敏锋追查到魏央的房间里来 李敏锋就带着人搜查过来 魏央假装就寝 李敏锋掀开被子看 没发现什么就走了 就在这时一滴血滴在了丫鬟手上 他就发现情况不妙 接着就到门口 李敏锋看到紫烟手心的血迹 就杀了个回马枪 发现了藏在梁上的军陶 接着两人打在一起 这个黑衣人就被李敏锋 一脚踢摔到地上 刚好撞到魏央 魏央就叫他挟持自己 他把魏央挟持好后 黑衣人就出门一把 把魏央推给李敏锋 他就逃了出去 失了手的李敏锋 迁怒魏央房中的两个丫鬟 下令每人仗则二十大棍 魏央见状奋不顾身的 挡在紫烟身上 同时说会去尚书那里 讨回公道 李敏锋这才罢手 事后魏央不放心军陶 已去到冠卫母 其服为借口去看望军陶 紫烟赶紧将消息传给李敏锋 刺客一路尾随李敏锋 李敏锋在周棚遇灾民殴斗 危难之时 拓拔骏出手相救 刺客指的离开 李敏锋怀疑魏央出府另有目的 便尾随魏央来到道观 就逼问白纸和紫烟魏央 到底去了哪里 两人支支吾吾 就在此时 魏央身穿道士服装 出现在李敏锋面前 这让李敏锋很是失望 原来魏央回到道观后 发现了李长乐的马车 灵机一动 换上了道服 躲过一劫 拓拔骏特地前来道观看望魏央 可魏央一见拓拔骏就要离开 拓拔骏不解 魏央为何对自己如此冷淡 李魏央告知 当初在客栈时 并不知道拓拔骏的真实身份 因此可以无忧无虑地面对他 但现在知道他真实身份后 无法像以前那样跟他玩闹 拓拔骏表示自己 还是那个 可以为李魏央抚情之人 李长乐看见李魏央跟拓拔骏在一起 醋意大发 待拓拔骏离开后 狠狠扇了李魏央一巴掌 警告李魏央别再接近拓拔骏 回到家中的魏央 想起曾经在王祖母的教导下 学过一些治理灾情的策略 便把想好的救灾之策写了下来 但考虑到国情的变化 魏央决定实地考察再做决定 紫燕借机说 留在房间收拾东西 偷偷抄下了救灾之策 献给了李长乐 急于立功的李长乐 让李敏锋把祭策献给魏央 魏央从道观回府 才知李长乐已经献上救灾之策 受到了皇上的嘉奖 细问下发现 李长乐用的是自己的救灾之策 当众指责李长乐抄袭 众人皆不信李魏央所说 父亲 我并非要跟大姐抢功 只不过 这个救灾之策 现在爸爸不能立即推行 因为他尚不完善 李小然还要求李魏央跟李长乐道歉 魏央向李长如说起救灾之策 还不完善 一旦推行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 只可惜 现在没人相信自己 恰巧 太子妃要带拓跋俊去参加 李长乐的庆功宴会 为了能见到李魏央 拓跋俊同意前往 宴会上 太子妃正称赞李长乐聪慧 李魏央忽然前来指出 救灾之策有疏漏之处 把自己的见解 讲给太子妃听 可太子妃指责李魏央 不懂规矩 自作聪明 拓跋俊道认为 可以听听李魏央到底有什么谏言 李长如说 救灾之策 本是魏央想出来的 李长乐装出一副 深受委屈的表情 太子妃见状答应 让魏央说说 有何漏洞 任灾之物一层层的拨下去 最后发放的权力 在虚立 李正的手中 如果他们利用灾情 谋私利 虚报 谎报 瞒报的话 大胆 魏央这一番大胆的见解 惹怒太子妃 让婢女打了魏央一巴掌 关键时刻 拓跋俊挺身而出 还特别赞同魏央的说法 魏央得此逃过一劫 然而帮着魏央的李长如 因此触怒了赤云柔 赤云柔命令春明 剪掉李长如的头发 不要剪我头发 不要 赤云柔打算依据李家家法 把长如的长发剃光 让她出家以一世的清修 弥补给李家名誉带来的损失 二夫人情急之下 请来老夫人 阿柔 你如今 越发不把我这脑身 放在眼里了 但赤云柔 显然并不把婆婆放在眼里 亲自拿起剪刀 把长如的满头青丝 一缕缕下 魏央拼了命地挣脱束缚 上前扑在长如身上 欲保护她 赤云柔缩手不及 一剪刀 扎进魏央的后背 看着顺着剪刀 低下的鲜血 赤云柔 自己也愣了 这时 李萧然回来了 训斥赤云柔 非得闹出人命才罢休 赤云柔迫于压力 只得罢手 然而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赤云柔母子三人 为了证明救灾之策有效 瞒着皇上 在赤云南的军中实施 结果出了乱子 赤云家怕扩大影响派兵镇压 结果引起了百姓暴动 死伤惨重 惊动了皇上 皇上知道后非常震怒 李敏锋闯了祸 李萧然把罪责都怪到魏央身上 让魏央写出应对之策 请写一个补救措施 让你大哥呈上去 也好戴罪立功 凭什么 大姐道应在先 如今父亲威逼在后 即便是您要了女儿的性命 女儿也绝不妥协 魏央同意会想办法解决 但自己要亲自面见皇上 得知魏央有对策 李敏锋又哄骗紫燕 让她打探魏央的解决办法 紫燕不同意 李敏锋就威胁着不要她 隔天 魏央身穿白衣进攻面胜 正要向皇上上奏时 李敏锋和李常乐也来面胜 并呈上和魏央一样的奏章 还指出 魏央盗取他们的策略 更是颁出了紫燕当人证 可魏央机智的辩解 两份奏章只有大纲 没有详细的解决办法 魏央提议严惩贪腐官员 并提早做好储备官员的准备 皇上听候大喜 欣然采纳此法 可魏央商讨起 该如何给贪腐官员定罪 魏央一向像都清晰有头绪 而李敏锋兄妹二人 却哑口无言 事实证明 李敏锋与李常乐 才是盗窃之人 皇上下令把李敏锋和 常乐 紫燕三人打入大牢 李敏锋狗急跳墙 把罪责推到紫燕身上 皇上不想看他们狗咬狗 下令对李敏锋隔职查办 账则一百贵 法李常乐抄写救灾之法一百遍 魏央献策有功 被封为安平县主 回府后 魏央带着白纸 一起去看紫燕 希望听到她的解释 紫燕问 魏央是不是一早就看穿自己 所以给了假的硬贵之策 魏央承认 虽然之前从未怀疑过紫燕 但有一天 她在紫燕身上 闻到了药酒的气味 那种气味以前 她在李敏锋身上也闻到过 如今 她们虽然不再是姐妹 但魏央也不想看着紫燕死 我们姐妹一场 我不想看着你死 我会向祖母求情 让你尽快离开赵叔父 只是从今往后 我们不再是姐妹 小姐 赤云柔命人将紫燕 拉出去乱棍打死 虽然魏央拦着 可赤云柔根本不听 紫燕跪下哭诉道 夫人你不能打死我 因为我已经坏了 大少爷的骨肉 倒到了老夫人和李孝燃那里 李孝燃非常气愤儿子的所作所为 赤云柔压根不稀罕 紫燕腹中的孩子 执意要处决紫燕 夫人饶命啊 我都给你杀小爷的骨肉 满家 魏央不忍心站出来 替紫燕求情 她向李孝燃表示 她不要任何奖赏 只要紫燕好好活着 把孩子生下来 魏央的维护 让老夫人也为之动容 她暗示 李家应当由李孝燃做主 建议妥善处置紫燕及其骨肉 李尚书下令将紫燕带回房间看管 未经她的允许任何人 不得擅自处置她 隔天 魏央去看望三夫人 三夫人见左右无人 告诉魏央 有人想见她 说着将她引到内室 魏央居然见到了奄奄一息的紫燕 三夫人说 大少爷一直殴打紫燕 自己是在乱葬岗发现 被扔在那边的紫燕的 紫燕被打得满身伤痕 她非常后悔自己背叛魏央 李敏峰对她也根本就是虚情假意 这世上只有小姐和白纸 是真心对自己好 可惜明白的已经太晚了 最后紫燕终是含冤死在了魏央的怀中 魏央简直心如刀割 暗暗咬牙 一定要为紫燕报仇 她要让李敏峰 风风光光的身败名裂 李孝燃训斥儿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气得打了她一巴掌 赤云柔也叮嘱儿子 不要惹父亲生气 这件事情自己会替她摆平 李敏峰大言不惭道 你们看着吧 要不然多久 我必定会官府原职 依然是那个风风光光的李家大公子 这些话好巧不巧的 正好被魏央听到了 她下定决心要替紫燕报仇 晚上 李家设宴庆祝魏央 过风安平县主 晚宴之后 众兵客来到花园 将莲花灯放入池中 同时开始祈福 突然远处飘来一夜煮法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紫燕的尸体躺在竹筏上飘来 她穿着新娘红装 但显然已经弃绝身亡 魏央质问李敏峰紫燕怎么死了 还故意说出紫燕怀了李敏峰的骨肉 众人议论纷纷 魏央问李敏峰 紫燕亡魂在此 你敢对着这些奇愿的莲花发誓 说紫燕的死 与你无关吗 李敏峰还想嘴硬 忽然紫燕身边的一圈的莲花灯 开始爆炸 吓得那些心中有鬼的人神魂不定 在魏央的刻意宣传下 皇上也知道了这件事 一怒之下将李敏峰发配充军 潜伏多日的君陶 出现在李敏峰发配途中 他从官兵手中抢了李敏峰 给他身上留下了无数道伤痕 李敏峰得知他是大梁人后 不停地求饶 此前说出 是云柔才是河西王府惨剧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 君陶还是没有放过李敏峰 他亲手取了李敏峰的狗命 消息很快传到李府 赤云柔悲伤过度晕了过去 赤云柔唯一的儿子死了 这次李维央和赤云柔母女的梁子 算是结下了 七姨娘向大夫打听 人长大后 这身上是不是有可能再长出胎迹 大夫告诉七姨娘 这人长大胎迹便淡者有之 消失不见者也有之 但自己再长出胎迹来 可是闻所未闻 大夫出门时被村民遇到 于是请到大夫人房中追问 赤云柔再联想到 魏央的种种可疑之处 赤云柔再次怀疑魏央的真实身份 并派红罗前去打探 赤云柔收到飞歌传书 信里写到真魏央已故 还有村妇为证 拓跋郡以平调李敏峰的借口 前往尚书府看理魏央 只是魏央看到拓跋郡依然冷淡 李长乐听说 高阳王殿下来了 于是更衣来到花园弹琴 并邀请高阳王与其合奏一曲 拓跋郡故意欣然同意 希望能刺激到魏央 魏央看到两人情色和谐的样子 气得扭头就走 拓跋郡再也顾不上弹琴起身就 到底怎么回事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关天下是不是 你做你的高阳王 我做我的安平县主 这样不是很好吗 老夫人 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 我想带孩子们去清风灌祈福请愿 这天赤云柔带着大家在道观师周行善 赤云柔想趁此机会揭穿魏央的真实身份 刚到道观 魏央就被君陶拉到隐蔽住 公主 我为王上 太后 还有我爹报仇了 作为公主的贴身侍女 他想留在公主身边保护 于是魏央带着君陶去见赤云柔 来路不明的人 请问心意进我李家 提出让君陶做自己的侍女 赤云柔为了方便控制他们 答应了魏央 拓跋渔和拓跋郡也来到道观 说是自己听闻 尚书夫人在此行善失周 他们也想过来 敬奋心意 赤云是与李家众人在道观门前失周 突然有一夫人跑过来说 要见李家二小姐 赤云柔叫来李魏央 夫人却说她不是二小姐 说吧 你不是二小姐 夫人 二小姐她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不是二小姐 魏央 能否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赤云柔假装惊慌失了主意 匆匆赶回尚书府 让李尚书定夺 仔细看 两个魏央同时出现 到底哪个是真的呢 李尚书让春明将魏央 和那周家庄的老妇人 一起带到大厅对质 此时南安王和高阳王也来到李府 这正合赤云柔之意 如果魏央果然是假冒的 想必李尚书当着两位殿下 不敢包庇魏央 赤云柔为证实魏央的假冒身份 还特意将收养魏央的刘氏 找来指认 刘氏设于现场的威严气氛 不敢说 你一副实话实说 那确实不是我家二小姐 指出二小姐 在李家来接她时 已经死了 是身边这位姑娘 自告奋勇顶替二小姐 大娘 我们无冤无求 你为什么要这么陷害我 魏央则干脆来一个死不承认 一口咬定 自己就是李魏央 为了查明真相 李孝然下令将尸骨取回 开棺验尸 五座验尸后说 这确实是一句 十五六岁的年轻女尸 就算如此 也不能证明这具尸骨 就是二小姐 更不能证明 现主就是冒名顶替 赤云柔忍着尸体 散发的臭味 指出女尸手腕上 所戴的镯子 乃魏央出生之时 自己亲手戴上的 李孝然也认出 这是李家之物 于是不再听信魏央的辩解 让人将她压下 来人 把她戴下去 打到她肯说为止 等一下 看她的脚 尸体居然有六个脚趾 李孝然则表示 李府从未有过六指之人 因此 这句女尸 不是真的李魏央 原来 魏央早在李府前去开关之前 就让君陶换了一句年轻女尸 在李孝然的威逼下 刘氏无奈承认 尸体确实是假的 但这一切 自己都是被这个假魏央逼的 刘氏找的证人 竟然跟李魏央长得一模一样 一进门就泪眼汪汪的 对着李尚书喊父亲 魏央难以置信 当初是他亲自掩埋的李魏央 魏央怎么还活着 魏央死后是我亲自掩埋的 这个站的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 你说谎 你为什么要这么颠倒是非 就在大家分不清真假时 七姨娘站了出来 谁料这假魏央一见 七姨娘就抱住喊娘 七姨娘眼睛一瞄 发现这位姑娘的耳后并没有胎记 确定她不是自己的女儿 我敢肯定 你不是我女儿 娘 你别叫我娘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 告知真的 魏央出生时 手臂上有胎记 一番检查后发现 那位姑娘手臂没有胎记 还拉出李魏央的手臂 让大家看 赤云柔 见事情不妙 于是失意假魏央快点走 并表明自己会查清此事 随后 李孝然下令把三人收押 原来假魏央 是赤云柔娘家人红螺 是个易容高手 李孝然知道 此次是赤云柔 有意陷害魏央 加上得到假魏央 畏罪自杀的消息 她奉劝夫人 不要仗着是赤云家的嫡女 而肆意妄为 要懂得适可而止 她夺回了赤云柔 执掌家事的权利 交由二夫人 温氏达理 事后魏央来到七姨娘房中 直接跪在七姨娘面前 魏央拿出玉佩告知 真的李魏央 已经被赤云柔害死 自从赤云柔 交出管家大权后 赤云柔总是头痛 还经常做噩梦 精神日渐憔悴 这天赤云柔在家宴上 突然口吐鲜血 太医诊断后 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春明站出来 说赤云柔的情况 像是中邪了 是中邪了 别胡说八道 李常乐劝说 李孝然请法师来驱邪 父亲 你就请一个法师 给母亲看看吧 在李常乐的坚持下 李孝然 只好找来法师 法师指出 赤云柔中了邪 说尚书府中有邪物 只有找出邪物 才能救回云柔的幸运 来人 全府搜查 任何角落不得放过 是 经过搜查 结果在李卫央的 军兰院里 搜出一个小牧人 上面写着赤云柔的 生辰八字 还扎着针 李常乐拿着小牧人 指责卫央 卫央则则表示 有人想要陷害他 就算这个小牧人 是从我的房间里找出来了 但也未必这件事情 就是我做 况且 这种事情在卫央的身上发生 也不是第一第二次了 经过上次的事情 李萧然料想 此事并不单纯 怀疑是赤云柔陷害魏央 他问妻子 究竟想干什么 难道非要李家家破人亡 才甘心吗 就算他弄再多的阴谋风 也不能活过来 现在只有魏央一个人 能替李家带来荣誉了 他绝不容许妻子自作主张 赤云柔对李萧然说 自己虽然嚣张跋扈 但他的女儿 卫央又何曾是什么善查 试问在与自己交锋 那么多回合后 难道他就不怀恨在心吗 如今 为了害自己 连皇上禁用的乌中之术 都用上了 所以在他看来 李卫央不仅不会为 李家带来荣耀 还会害得李家家破人亡的 在证据确凿下 李萧然只好下令 把卫央软禁在房中 直到把事情查清楚为止 原来小牧人 是赤云柔派红罗放的 自己以身试毒 造成中邪的假象 红罗说 放小牧人的布袋里 本来放了一把男人用的扇子 他亲眼看到 李卫央很珍视这把扇子 但是他将小牧人 放入的时候 扇子却不见了 李长乐带着下人 气势汹汹的 来到军兰院 命人把白纸抓起来 威胁卫央 来人 来人 小姐 害怕白纸受到伤害的卫央 只好忍气吞声 下人在枕头底下 找到折扇后 交给李长乐 并逼问扇子的来历 这扇子是哪来的 你以为不吭声 就没事了是吧 李长乐又命人 把军陶抓起来 李长乐 把昔日所有委屈都 撒在卫央身上 严行逼问扇子的来历 这把扇子 是不是高阳王殿下给你的 拿针扎卫央的手指 可卫央始终不肯吐露半个字 白纸实在看不下去了 救主心切 上去咬了李长乐一口 李长乐恼羞成怒 把白纸打得伤痕累累 为了救白纸 魏央只好说 这把扇子 是我在乡下的一个好友送给我的 这扇子 真是你乡下好友所作 李长乐相信了魏央的供词 认为他在乡下与男人 私相授授 带着人走了 白纸身受重伤 一直昏迷不醒 高烧不退 魏央不顾自己手指的伤 不分日夜地照顾着白纸 在魏央的悉心照料下 白纸终于醒了过来 我怎么能让小姐照顾我呢 这可是让真奴必得服我 李长如来看望魏央 结果被护卫拦在门外 长如知道魏央是被赤云柔陷害 他要想办法把魏央救出来 另一边 李长乐进攻看望太子妃 自以为聪明的李长乐 故意在拓拔郡面前掉落那把扇子 说是李卫央最珍视的东西 这是二妹最珍视的东西 这是二妹以前乡下情郎送给她的 后来被发现 而赤云柔担心影响李卫央的声誉 就给收了起来 李长乐知道 李卫央非常珍惜这把扇子就给偷出来了 意图让拓拔郡对卫央死心 他不知道这扇子本就是拓拔郡的 拓拔郡见自己的扇子被李卫央珍藏心中大喜 拓拔郡看着手里的扇子 想到扇子怎么会到李长乐手里 怀疑是卫央出事了 正在此时 拓拔郡收到李长如丫鬟送来的信 信中称卫央有难 拓拔郡立即赶往尚书府 春明领命后手捧白铃 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丁前往军兰院 要用白布条勒死卫央 娘跪求拓拔郡救救卫央 拓拔郡不顾李尚书夫妇的阻拦 冲去军兰院 卫央竟已被悬在梁下 拓拔郡带着人来到了军兰院 正好看见卫央掉在房梁之上 承得放出绣剑切断白铃 拓拔郡上前抱住卫央 并命令刘太医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治好他 这时春明谎称他来到这里时 李卫央就已经悬梁自尽 赤云柔剑计划失败 解释道 他在卫央处发现一把男子的扇子 卫央不肯说出扇子的来历才被禁足 不想今日竟然自杀了 没想到卫央自己想不开 就在拓拔郡要发火的时候 卫央醒了过来 拓拔郡追问卫央事实的真相 卫央不愿拓拔郡再苦苦逼问 是我做错了 是我太冲动 母亲虽然严厉 可终究是为了我 霍拔郡让卫央不要再装了 称自己逼问是因为关心他 喜欢他 卫央知道巫蛊之术牵涉太大 只怕会牵连的祖母和娘 卫央只能顺着赤云柔的话 说是自己犯的错 霍拔郡告诉众人 如果是为了扇子 责罚卫央那么大可不必 因为扇子的主人正是自己 赤云柔和李孝然听后吃惊不已 事后 李长乐才知道自己被李卫央算计 赤云柔 训斥李长乐 不该私自去见高阳王 我以命搏命所拼来的局面 现在全都功亏一篑了 以后要再对付他就更难了 面对拓拔郡的又一次相救 卫央心乱如麻 他本不想把拓拔郡牵连其中 奈何造化弄人 拓拔郡在离开前 在卫央的手心写字 约他到客栈见面 卫央准时来赴约 拓拔郡追问卫央他悬梁背后的真相 卫央却坚持原话 拓拔郡表明了对卫央的心意 卫央忍痛否认对拓拔郡的心意 你为何要把这把折扇 等成宝贝一样收藏 那一切就是殿下的一厢情愿 这把扇子就是个笑话 为了让拓拔郡死心 卫央甚至狠心夺过扇子 毫不留恋地扔了出去 拓拔郡终于相信自己是一厢情愿 他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在他离开后 卫央掉下了眼泪 就赶紧跑到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将他把折扇爱惜地用袖子擦了擦 拿了回来 侍云柔故意在太子妃面前提起 卫央和拓拔郡之间有私相授受之嫌 太子妃为了拓拔郡的将来考虑 决心阻止他和李卫央在一起 那个李卫央 其实我见他的时候 觉得他灵牙力士丹波士大体 没想到 这竟是如此架作极 拓拔郡向母亲解释 之所以有此传言 是因为自己的扇子遗失 被卫央所识 何况 卫央对自己根本没有想法 注意看这只鹦鹉 不仅会说话 还会帮助主人追求幸福 这只鹦鹉是拓拔郡送给李卫央的 自从上次李卫央拒绝他以后 一连四五天 拓拔郡都把自己关在房内读书写字 侍女们只能把饭菜放在门口 不敢打扰 拓拔郡把自己写的拔绝人才的计划 让承德送到户部去 并让他速去速回 一会 还有一篇戍边之策 要送去兵部 黄爷爷跟拓拔郡 提起为他选妃仪式 拓拔郡说自己 黄道也无意逼迫这个孙子 他鼓励孙子既有目标 就努力去夺取对方的芳心 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想要拥有心仪之人 你必须要有决心 有勇气去夺取他的芳心 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拓拔郡听了黄爷爷的话 仿佛突然开了窍 开心地跑着离开了 拓拔郡给李卫央送去鹦鹉 这个鹦鹉一直在喊着 卫央 卫央叹了口气 令君陶把鹦鹉放生了 拓拔郡看着自己飞回的鹦鹉 取笑他这么快就被赶回 可真没用 这么快就被赶回来了 真没用 这一次 我不会轻言放弃的 不过他这一回 不会轻言放弃的 第二天 鹦鹉又飞回来 敢都赶不走 嘴里还念着诗 卫央无奈只好留下鹦鹉 这边赤云柔 因为心情不畅 赤云柔 因动怒 再次引起毒发病重 长如假意去探望 故意让下人秋容说出 在卫央庆功宴会前的晚上 看到三夫人身边的下人 抬着个一人高的麻布袋 我必送香包 经过后门的时候 刚好撞见三夫人身边的妈妈们 慌慌张张的 手里抬着一个一人多高的大麻袋 赤云柔这才知晓 是周氏将子嫣的尸体带回 在宴会上装神弄鬼 原来她一直认为 唯唯诺诺的三夫人周雪梅 才是帮着卫央害死儿子的人 赤云柔极怒攻心 再度吐起血来 是周雪梅 是她 是她 害了你大哥 周雪梅 黎明道 我有你们血下血管 唐炉制造了自己和拓跋鱼的偶遇 拜见男人王殿下 又见到你们 常如相信 又故意将拓跋骏搭救魏央一事 透露给拓跋鱼 拓跋鱼 这才知道 皇长孙与魏央的关系不一般 李维央 智梦过人 如果 她更真心依附于我 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助力 原生那些 空有皮囊的世家闺女 殿下 那三小姐李长如呢 不简单 同时她觉得李长如 此人更不简单 不将水搅了 怎能浑水没云呢 二房和三房之间躲得越厉害 咱们二房在李家的位置 才能越来越稳固 我才能成为 匹配男安王的女人 这天 魏央前来探望三夫人 魏央握住了三夫人的手 三夫人 害怕自己的病传染给魏央 劝魏央赶紧离开 魏央认为 三夫人的病和敏德遇刺 都是赤云柔安排的 赤云柔假意前往三房探病 让周氏千万保重身体 现在李敏德生死未卜 命内可不要连敏德最后一面都见不着 李敏德在回来途中遇袭 落入疆中 是 是你对敏德一直不怀好意 是你做的对不对 周氏一听梦在当场 赤云柔还惊诧于他的不知情 受了刺激的周氏 病情再度加重 周氏交代魏央 如果有天敏德回来了 带我好好照顾他 晚上的时候 魏央自己一个人坐在屋子里 想起之前和敏德的种种 觉得自己真是连累了不该连累的人 魏央发誓 一定要让赤云柔 尝到自食乐果的滋味 另一边 李孝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常常头疼 赤云柔找来沈太医诊治 沈太医问诊后 确定只是操劳所致 并无大碍 李常乐 听说父亲身体不适 特意送来了八真汤 几天后 二夫人去给李孝然送鸡汤 却被李孝然的脸色吓到了 随后 大家都赶了过来 大夫诊断出 李孝然是中了问金草的毒 并问起李孝然近期的饮食 李孝然想起 常乐竟来尝尝送来的八真汤 大夫检查八真汤的药材 发现里面果然有问金草 李常乐见状只好解释说 这个汤是一种补药 能够强身健体 延年易瘦 健体延年易瘦 李孝然命下人拿来了八真汤的原料 大夫经检查才知道 这个八真汤的药 确实对身体有好处 不过八真汤可能叫九真汤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毒草药 名叫 父亲 常乐怎么会做出如此大念不道的事情 怎么会毒害你呢 你要相信我啊 正当赤云柔替常乐开脱之时 魏阳跪下来禀报 他拿出一个邪有李孝然生辰八字的小人 说是前几天白纸看人 偷偷默默埋在军兰院门口树底下的 如果这次父亲像母亲一样 陆险昏迷之后 他们一定会有人找出这个小牧人 说我用巫蛊之术来陷害父亲 可是谁又会知道 父亲其实是中了毒呢 赤云柔和李常乐 一口认定是李卫阳在陷害他们 二夫人趁机说 赤云柔中邪是不是也是中毒 卫阳指出 如果赤云柔是中毒 现在肯定在服用解药 来人 去河乡院决地三尺 仔细搜查一遍 是 李孝然下令搜查赤云柔住处 果然找到解药要扎 如今 赤云柔母女在 这确实是解毒之药 你身为当家主母 你竟然做出这么下作的事来 赤云柔赶紧让李常乐 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君陶拔剑让他自杀 计谋未能得逞 赤云柔把气撒在魏阳身上 结果 一个亮呛摔倒在地 李常乐看着狼狈的母亲 捡起剑去刺魏阳 却不料刺中了李孝然 李孝然大发雷霆 命人把李常乐带出尚书府 没有她的吩咐 永远不能再回来 赤云柔替常乐求情 可李孝然根本不予理会 赤云柔急火攻心晕了过去 李常乐被送到乡下做苦力 养尊处优的千金大小姐 来到遍地泥泥的乡下 根本无法生存 满屋子的老鼠和蟑螂 更是吓得他和丫鬟抱头痛哭 我除掉李未央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 拓巴迪听说 李敏德出事的消息 马上向霍巴骏出 拓巴骏告诉他 已经派人去寻找李敏德 现在正准备去上书 拓巴迪提出跟拓巴骏一起去 拓巴骏发现 李未央比之前更瘦了 怎么样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替三夫人生病 我愿意代替你二弟出事 说什么傻话呢 原来你也担心我 吩咐白纸一定要更好地照顾李未央 休息的时候提醒他休息 该吃饭的时候提醒他吃饭 一遍不行就两遍 两遍不行就三遍 直到他咽了烦了 他愿意听你的话为止 交代白纸 如果有什么需要 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找他 对李未央说自己一直都在他身边 李未央痴迟的 看着拓巴骏出来了 那是一个小鹰 念叨着拓巴骏对他越好 他越难过 如果可以 他真想让拓巴骏知道 他心里一直有他 只是可惜 拓巴骏我越好 会知晓他的心 拓巴骏前去探望病重的周氏 为了先答应过李女的药 照顾好他的家人 结果却没有做到他 病重的周氏 还安慰拓巴骏 周氏染病身亡 李敏德大难不死 治好伤以后 回到医院 不成想 一到家门口 就得知母亲过世的消息 这边 施云柔看到李敏德回来 吃惊不已 痛骂手下无能 霍巴鱼前来尚书府 表示自己大腿 直接向我 萧然拓巴骏不良 相信 李萧然自不答应 但霍巴鱼是希望 李卫阳能心甘情愿答应他 殿下所指的可依附之人 就是殿下吗 只是小女子从无攀浪赋风之心 而且如果改变心意 本王可以保你 万事无忧 两人的谈话 正好给李卫阳能心甘情愿 李卫阳认定 获阳一时发现 李卫阳有利用价值 才说要驱离 我必须让人地下知道 我比李卫阳更有利用价值 我比任何人都适合成为他的女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 李李的天命就不罪了 在明天 未央阳不远把女人抓起来 端起一颗子 拖到我们的身上 连续获得美好 既然你这么想 那你就干脆自裁 一了百了 终于被那些人看不起 好 宁愿一下子抱住未央 直到有一天不能不惜 未央让我们的小气过后 从此远离 他到游戏 对了三天 我好像不成我等你 有你的承诺 也怀疑自己 欲赐跟赤云柔不乱 于是宁愿统领 协助去刺杀赤云柔 他让交统领 带人潜入李府阳做行刺 实为引开众家兵 李敏德与亲手 就在敏德即将刺杀成功之时 红罗出现救了赤云柔 刺杀计划失败 敏德不愿拖累交统领 命令他马上离开 赤云柔飞鸽传书老母亲 病样样的赤云柔 见到母亲 可算是见到了大靠山 她哭着让母亲帮她做主 常乐呢 母亲 你这次一定要帮我 老夫人发现不见常乐 她不知常乐此时正在农庄受苦受难 赤云柔央求母亲帮自己达成两个心愿 一个就是不管用任何方法也要让自己提着一口气 在常乐出嫁之前她绝不能死 还有就是她要李卫央的命 不管母亲用什么方法 不管母亲怎么做 李卫央一定的死 李卫央死了 答应我母亲 卫央与白纸 君陶女扮男装出府游玩 在大街上遇到了拓跋郡和拓跋鱼 此时 卫兵捉打北梁陶奴 明叔被捉 要推入矿坑活埋 君陶看到明叔激动万分 原来父亲没死 冲动的君陶 想要立刻去救父亲 卫央陪君陶一同前往实况查看情况 眼看梁奴都被赶入土坑 就要被活埋 拓跋郡突然出现 黄叔 梁吴也是 他们并非大奸大恶之徒 他们只是为了生存才逃跑 为什么黄叔一定要赶尽杀绝呢 他认为是有蹊跷 求拓跋汉暂缓行刑 明叔趁乱挟持了拓跋汉 拓跋郡提出 由他交换拓跋汉 我来换他 切儿 放了他 国民 这是你们唯一的结果 我绝不会骗你 黄叔要求拓跋汉放他们走 否则就杀了拓跋郡 只给拓跋汉三个时辰时间考虑 李卫央不解拓跋汉 为何不肯放了梁奴 甚至都不顾及拓跋郡的性命 怀疑拓跋汉有不可告人的命 君陶假扮雅奴 得知那石矿是银矿 拓跋汉想让梁奴杀了拓跋郡 隐瞒银矿之事 李卫央通过纸条威胁拓跋汉 若不放了梁奴就将石矿是银矿之事 告知魏王群奴激愤要杀死拓跋郡 拓跋汉只能同意放人 但又要故意拖延时间让拓跋郡吃苦 魏央以身犯险进入矿坑 明叔见到魏央 知道希儿公主还活着 拓跋郡担心李魏央受伤 他挣脱明叔的控制挡在李魏央面前 明叔不解拓跋郡的身手 本可摆脱他的控制 为何要一直受制于他 拓跋郡解释自己这样做 就是想要保住他们全部人的性命 拓跋郡答应明叔等此事过后 他会跟魏王提起废除蓄奴陋习 天下子民一视同仁 李魏央帮拓跋郡处理手上的伤 拓跋郡知道李魏央其实是来找自己的 指出李魏央若是想见自己 没必要到这样危险的地方 拓跋郡表示 只要李魏央一句话 即便是刀伤火海 他也会去见他 正当良奴们高兴地与承德 君陶他们挥手做别食 赤云南率兵赶到 已乱剑射杀良奴 君陶吩咐父亲趁乱逃跑 李魏央看见赤云南 回忆起当初赤云南杀死父王的情景 心中悲愤难耐 拓跋郡对赤云南大发雷霆 指责赤云南不听号令 滥杀无辜 赤云南你是为将帅 既然不听号令滥杀无辜 你最得喝醉 赤云南解释自己 并不知道已经释放了良奴 所谓不知者无罪 李魏央关心拓跋郡受伤的手如何 拓跋郡故意装成手 还很疼的样子 李魏央十分担心 拓跋郡知道 李魏央就是口是心非 于是 趁李魏央不注意偷偷吻了他的脸颊 拓跋云再次跟李魏央提起依附他之事 魏央的身份低微 实在不敢高攀殿下 拓跋云明白 李魏央拒绝自己跟拓跋郡有关 指出李魏央的身份是无法成为高扬王妃的 以宪主的身份真的能成为高扬王妃吗 李魏央知道拓跋云并非爱慕自己 所以非常好奇拓跋云究竟想从自己这里得到什么 不过李魏央不管拓跋云的目的是什么 自己只能让拓跋云失望 虽说李魏央拒绝了自己 但拓跋郡既然看中了李魏央这个棋子 就绝不会轻易放弃 来日方长 拓跋云相信自己会找到机会逼李魏央就范 赤云南大开杀戒的目的 只是为了追回马太守的奏章 没想到奏章在明书身上 而唯独明书逃的一条信仰 明书趁着夜色来到军兰院 将奏章交给魏央 他让魏央带着奏章去面见魏帝 揭露赤云南的欺君大罪 如果魏帝真是受赤云南蒙蔽 那拓跋郡 就不是我的仇人 魏央此时心里还想到一件关键之事 如果魏帝真的是被赤云南所蒙蔽 那么破拔郡就不是他的仇人了 破拔渝派陈安一路跟踪明书 陈安向主子报告发现 明书曾前往尚书府与魏央见面 破拔渝开始怀疑魏央的真实身份 你不一样 你到底是真心家 与美良到底有何关系 我一定会查出来真心 李长乐在农庄日夜做活 疲累不堪 还一再遭到静怡的毒打 看见你的样子 难道姑奶奶这洗小水就这么好喝啊 有压迫就有反抗 长乐忍无可忍下定决心 不再受人欺辱 第二天 农庄内发现尚书 打算献给皇上的百年尘酿少了一谈 长乐承认是静怡指使自己偷了 管事妈妈在静怡房中搜出酒 和其他静怡私藏物品 静怡被账责 其实是长乐发现 静怡偷到庄中财物 故意将酒放在静怡藏脏物的地方 给这个恶奴一个教训 李长 这是还你刚才的那一巴掌 就凭你这种人 别想欺负我李长乐 别等我 我就记得是一会儿 赤云男前往农庄 把李长乐接回赤云府 准备参加皇家狩猎 李长乐回了赤云家 听说赤云男将李长乐 接回赤云府的消息 李长如大怒 他知道李长乐有赤云家撑腰 又是太子妃重义的儿媳妇人选 这一回来 长乐的风光日子又要来了 而那时定会是自己的落魄之时 他一定要设法阻止 转眼间到了皇家狩猎的日子 狩猎即将开始 让死亡 获得猎物最多的人 可任意提个赤云 破巴鱼暗时未央 若自己获胜 就会要求父皇赐婚 让父皇慰恶女 赐婚 我想要做的事 没有做不到 李长乐来到围场 被那些官员家眷们指指点点 说他之前酒味露面 是因为师父而被送到了乡下 若不是赤云将军出面 现在还回回来 李长乐恼羞成 谁在背后诋毁我 又把此事记在赤云人身上 其实散不摇情的始作严重 正是李长乐 隆儿怕李长乐此击甚遍 不但败坏李长乐的名声 还可挑拨李长乐 和李强的关系 李长乐倒要看太子 可以知道自己消息 是否还要李长乐 这个事物之心 两人谈话 正好你托返你听见 他训斥长乐口大的男人 居然敢心疯作浪 将太子被玩弄你 长乐干脆把他当作 我想和谈分离 他说自己相信南安王殿下 会为自己投资 因为自己的作法 只是方便的 他说殿下其实 和他是一样的 从小生长在他人的光环之下 想要脱颖而出 唯一的办法就是取而代之 太子妃在说 李长乐是否一旋后 也开始犹豫自己的事物 他说 如果此事当真 就算赤云家的事物再大 他也不会让李长乐嫁给这 他不能毁了这儿的幸福 太子妃将李长乐 叫来询问是否一旋 李长乐捏造事实说 是李卫央造谣 你真的是去道观 为你母亲祈福吗 李卫央 难道你师父的留言 是他传出去的吗 不会是卫央 我们虽有争执 可我们毕竟是姐妹 他不会害我他 太子妃 你实难以看 李长乐话语的争执 你说 自己 明天 爱到最后要分离 你要知道 俊儿的妃子 绝不可能是你 告诉他 只要有一天不能呼吸 是云家签字 但为此发现 是云南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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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狩猎开始后 霍巴俊震惊的发现 你卫央 霍巴俊震惊 狩猎时 霍巴俊差点误伤了常乐 李长乐请霍巴俊 送他回去 这让霍巴俊 无法拒绝 李卫央见霍巴俊 骑马带着李长乐 因尸速生气离开 殿下要去哪 殿下是要去找李卫央呢 殿下不要丢下常乐 不管 霍巴俊告诉李长乐 说他已经有心上之 永远无法 看着李长乐 缠着霍巴俊 霍巴还气 霍巴俊震惊 霍巴俊震惊的霍巴俊 跟李卫央解释 他跟李长乐没有关系 刚才差点误伤到他 所以我当于从他回去 你千万别误会 凌书也看不法 向魏夷夷发一致 他听到公主的魔力 是要杀了赤鱼男 于是决定先行刺杀赤鱼 没想到 刺杀不成刺刺 赤鱼男将民族严想逃了 炸出魏央 继续被李卫央 而李卫央 带着斗杖 来猎他 狩猎第二天 因为军陶担心 猎场周围毒虫多 所以他特地为李卫央 准备了解毒丸 以备步时之需 拓跋汉吩咐江左 在猎场里挖了个陷阱 而这个陷阱 拓跋汉是为拓跋骏准备的 拓跋骏 你不要怪我 这都是你自找的 此时 拓跋骏让人推着一车的猎物赶到 他对卫央说 他好像有猎物 落在林子里了 说完 让魏帝身边的公公 将猎物仔细清点 靳儿 你是把自己的猎物 让给安平献主了吧 魏央这才恍然怪不得 昨天 自己的剑虎少了一个 原来是拓跋骏用自己的剑去狩猎了 魏王下令武师为献 猎得白狐为头名 李长乐想着拓跋骏对他说 已经有心上人的话 很是伤心 檀香陪着李长乐来到树林里 两人无意间发现 树林里拓跋汉挖的那个献 你是不是想高压往便宜 而陷阱里还有毒蛇 李长乐被吓得半死 但很快镇定下来 吩咐檀香将陷阱恢复原样 他准备用这个陷阱对付李卫央 既然拓跋骏为了李卫央 放弃向魏王提醒的机会 拓跋汉表示自己愿成人之美 帮拓跋骏找到白狐出没的地方 李敏德暗中捣乱 不让拓跋鱼猎的猎物 差点被发现 信得拓跋敌出手相救 谁在捣乱 我滚出来 信得我 给我出来 我就不要生气嘛 我是跟你闹着玩的 拓跋敌劝李敏德 不要再去捣乱 可李敏德 不仅不听拓跋迪的话 还将拓跋迪推开 拓跋迪差点摔倒 李敏德又赶紧扶住拓跋迪 气氛相当暧昧 不过拓跋迪一直女扮男装 李敏德误以为 拓跋迪是男人又推开了他 李敏德捣乱 是想让李卫央 在狩猎中取得胜利 赢得向魏王提醒的机会 九公主得知 敏德是为了帮姐姐 她说要帮卫央 也可以帮卫央多补些猎物 于是带着敏德 来到一处临身夜袍之处 没想到九公主被阴着伤 敏德上前要替她包扎 才发现 她认识的巴殿下 居然是个女 来 我来帮你检查一下 你受伤了 你还躲 我哪知道你是个女的呀 偏偏九公主 看到伤口流出的血 以为自己要死了 吓得晕了过去 李敏德无奈只好 背着拓跋迪回营地 而在李敏德背上的拓跋迪 心里却在偷乐 拓跋汉有意将拓跋郡引到陷阱附近 并偷偷在陷阱上放了白狐爱吃的食物 拓跋郡一路跟着白狐来到陷阱边 突然四面八方射来众多冷箭 拓跋郡为了躲避 一个跟斗翻下了陷阱 并被拓跋汉早已投放的毒蛇咬伤昏迷 拓跋汉的手下 悄悄将陷阱恢复原样 狩猎结束 李卫央列的猎物最多 李卫央向魏王提醒 郑玉拿出奏章时 承得前来禀报说高阳王拓跋郡不见了 郑多次救我姓名 他现在可能遇到危险 我不能袖手旁观 李卫央心中着急 跑出去寻找拓跋郡 高阳王殿下失踪 卫央心中大急 随大家跑出去寻找拓跋郡 一个侍卫偷送纸条给卫央 说是白纸被绑架 要卫央暗图 独自去寻找白纸 幸亏沿途留下记号 给君陶施救留下线索 檀香穿上白纸的衣服 他在陷阱边等卫央来救 卫央不慎也掉入陷阱 李卫央 你就在这慢慢喂蛇吧 李长乐命人遮盖陷阱 他要让李卫央暴尸荒野 卫央苏醒过来 发现身边居然躺着昏迷不醒的拓跋郡 卫央用嘴吸出了拓跋郡伤口上的毒血 必用嘴将随身携带的解毒药物送进了拓跋郡口中 一直未见李卫央回来 君陶担心出来寻找 发现李卫央留下的记号 君陶沿着记号一路寻找 可很快发现记号被破坏了 没了线索 君陶只好先回营帐 李敏德得知李卫央失踪的消息 带上君陶和白纸一起出去寻找 君陶将李敏德带到记号被破坏的地方 李敏德怀疑这里就是李卫央出事的地方 很快李敏德发现陷阱 见到李卫央和拓跋郡 李卫央不想让拓跋郡知道是他救的他 于是让李敏德先带自己离开陷阱 我和他之间不可能的 我让他知道是我救他的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谭香发现李常乐少了一只发簪 李常乐怀疑是掉在陷阱附近 于是赶紧跑去陷阱附近寻找 正好看见李敏德将李卫央从陷阱里救起 从他们的谈话中还得知破坏郡也在陷阱里 高阳王有异于你 你也有异于高阳王 让殿下知道你舍命救他 他只会更加感激你啊 高阳王殿下 李敏德带着李卫央离开 李常乐赶紧顺着绳索下到陷阱 准备坐享其成 让高阳王误会是自己救了他 让他再也无法讨厌自己 我有办法让你再也无法讨厌我了 一直找不到拓跋郡 并为帝纪心急又愤怒 拓跋汉故作抱歉说 不该和隽儿分头行动 隽儿都是为了帮李卫央列德白狐 才会失去踪断 隽儿出世 是因为帮李卫央列白狐 我何止是白狐啊 李卫央所有的猎物 都是这几天隽儿帮他列德的 太子妃娘娘得知隽儿 居然是为了李卫央 才以深涉险 对李卫央的成见又深了几分 拓跋郡在陷阱里醒来 拓跋郡苏醒过来 发现李长乐伏在自己身上 看样子似乎是李长乐救了自己 你失踪了 我就急着跑来找你 你没事吧 这下位是 全女就安心了 李长乐请拓跋郡答应他 不要将他救下他的事告诉别人 理由就是 太子妃娘娘正在为拓跋郡选妃 此事传了出去 她恐怕会让太子妃娘娘 向他俩施加压力 她不想拓跋郡为难 她如此善解人意又委屈求全的做法 反倒令拓跋郡无法再拒绝他的要求 高阳王被敏德 派出的人就回 经太医检查 高阳王身体已无大碍 太子妃觉得 狩猎场出现陷阱之事蹊跷 魏王下令彻查此事 太子妃数落拓跋郡 为了李卫央 差点连性命都要没了 拓跋郡解释 这事就是意外 再说 李卫央根本就不知道此事 太子妃劝拓跋郡放弃李卫央 而他会为拓跋郡找个更好的 拓跋郡明确表示 没有人可以取代 李卫央在自己心里的位置 魏王下令彻查陷阱之事 拓跋汉担心 查到自己身上 并将左将所有接触过此事 在哪里放弃 如果这次 你还办不好的话 那你就和他们一起消失 你们吧 您说还是什么都不说 是云南 只好安排刺客 刺杀人员 不够 信格你会样 不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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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能不心 并将刺客放弃 交代代 而他出去 去找你 为了庆祝猎的白骨 与扩拔军 魏王邀请 不过并为邀请 李卫央会少一次面前 魏央带着面具跳着舞 突然跪在皇帝面前 正要拿出奏章 揭发赤云南的罪行 赤云南用袖剑射伤魏央 大喊蒙面的 李卫央就是刺客 明叔和君陶及时出现 卫央上了君陶的马 却亲眼看到 明叔被赤云南杀死 君陶带着卫央策马离去 慌乱中 李卫央将奏章一落 幸而 魏帝他们 还不知道 蒙面舞者就是安平县主 卫央脱去舞者的衣服 和君陶逃回营帐 一转眼的功夫 赤云南派人包围了卫央的营帐 赤云南来到卫央帐中 发现李卫央受伤的左肩 跟刺客受伤的位置一样 定是刺客 君陶派人 把刺客压上来 赤云南看到刺客 正是自己 派他暗杀李卫央的手下 然而当拓拔 俊问刺客话的时候 刺客却咬蛇自尽了 那刺客左肩中间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安平县主受了伤 而且受伤的位置 与刺客一模一样 卫央辩解刺客受的是剑伤 而自己所受的是刀伤 赤云南不相信李卫央 便请太医前来验伤 太医查验后告知赤云南 伤口上官下载 因为尖刀刺入所伤 是剑伤还是刀伤 下官还是变得出来的 赤云南无奈只能离开 原来李卫央回到营帐 知道赤云南不会放过自己 故意将君陶把剑伤弄成了刀伤 卫央清楚他这一剂 只能换得一时太平 赤云南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霍巴鱼找了一具尸体 冒充昨晚的刺客 实则是在替李卫央开脱 本王已经派人验过尸体 尸体左肩受伤 与当晚刺客所受剑伤未知一致 这是在尸体上取下来的 赤云将军 赤云家的印记 这该不会错吧 霍巴鱼捡到魏央遗失的奏章 握住了赤云南的把柄 又在明书身上发现北梁皇家暗卫的纹身 怀疑起魏央的身份 赤云南眼看就要抓到 李卫央把柄又被他侥幸脱身心有不甘 表妹可有对付李卫央之法 李卫央几次死里逃生 其实都是高阳王殿下的帮助 李长乐陷阱 李卫央之所以能活到今天 是因为一直有高阳王的保护 这次狩猎结束后 高阳王护送圣驾先行一步 李长乐提醒赤云南 可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对付李卫央 卫央再回平城途中被刺杀 敏德 君陶被刺客困住 魏央在白纸的掩护下 逃到了悬崖边 差点掉落悬崖 千军一发之际 拓跋骏及时赶到 拉住了掉落悬崖魏央的手 魏央趁机丢出假的奏折 引开刺客的注意 刺客打开奏折后发现是假的 魏央不愿连累拓跋骏 拓跋骏却紧紧拉住魏央的手 李魏央不想连累拓跋骏准备跳崖 但拓跋骏选择跟李魏央一起跳下悬崖 随后赶到的李敏德和君陶 在悬崖边发现李魏央的物品 误以为李魏央已经遇难伤心不已 掉下悬崖的拓跋骏抱着魏央 仗着身边的一柄短剑 一路划着绝壁减缓了下坠之势 终于在历经千辛万苦后 有惊无险地来到崖底 拓跋骏让魏央在原地等着 他去找点吃的 魏央却想趁机离开 不再拖累拓跋骏 皇上和李家老夫人都无法接受 他们的孙儿就这么没了 派人四处寻找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而这边赤云南派出刺客 潜入寻人的队伍中 务必要赶在其他人之前 杀掉李魏央 拓跋骏发现魏央不见 便上去追问他究竟隐瞒了 什么天大的秘 为何屡次遭人追杀 看着眼前的拓跋骏魏央很心痛 选择了说出实情 说出他的真实身份 乃是大梁公主 根本不是上书的女儿李魏央 李魏央说自己一开始就在欺骗利用拓跋骏 希望两人从今以后再无任何瓜葛 一刀两断 陀拔骏 你我做一刀两断 魏央决情离开 可刚走不远就遇到赤云家的死事包围 幸亏拓跋骏即时赶到救下李魏央 拓跋骏 拓跋骏在跟赤云家的死事交手时受伤了 李魏央扶着拓跋骏 摆到林中的一间毛无聊伤 拓跋骏就腾昏了过去 拓跋骏醒来 叫醒守在自己病床前睡着的李魏央 拓跋骏不管李魏央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都是他喜欢的人 拓跋骏决决定帮李魏央除掉赤云男 并为北梁王室平渊昭雪 拓跋骏还说等这些事结束后 他会请魏弟为他们赐婚 然后带着李魏央和母亲离开平城 过简单的生活 如此痴情的拓跋骏 深深的让魏央感动不已 他终于放下心结 接受了拓跋骏 子妃为了拆散魏央和拓跋骏 请求皇上为拓跋骏和李长乐赐婚 拓跋骏坚决不同意 所以皇上也并未勉强 然而太子妃借着生病 让拓跋骏答应娶李长乐 一时间拓跋骏左右为难 留宋大军突然来犯 魏弟想听听众臣的意见 拓缩汉主战 其余大臣 皆因朝廷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天灾 当下因以休养生息为主 不宜大动干戈 纷纷组合 赤云南暗示 亲信大臣提出派公主和亲 陈推荐一名最为合适人选 那就是尚书家的二小姐 李魏央 陈反对 李魏央不适合为和亲人选 拓跋骏强烈反对 更是在众臣面前说 自己要娶魏央为妻 皇上龙颜大怒 现场封安平县主为安平公主 出使留宋和亲 为了顾全大局 魏央说自己一定会去留宋和亲 但并不表示 自己会老老实实受人摆布 到了那边 自己一定会逃回来的 魏央在宫里碰到九公主 听说 破八郡依然在请求皇上改变主意 魏央担心 破八郡会激怒皇上 他求九公主 带话给拓跋骏和亲路上如有意外 宁死不辱 的话带给拓跋骏 你前途未博 君还在为君而担心 你放心 你的话我一定带到 谁知在半路上接轻的使臣 竟然看上魏央的美色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 魏央丢了魂 晚上 特使特地被九宴请拓跋鱼和卫兵 饮下酒的拓跋鱼和卫兵 纷纷倒下 特使一走 拓跋鱼睁开了眼睛 原来拓跋鱼的手下 一早就发现了他们下了药 于是装一装样子 看他们究竟在玩什么猫腻 特使来到魏央的房间 吩咐手下杀了君陶和白旨 原来你们是早就计划好的 比比无耻 上 君陶和白旨奋力反抗 自己则来强暴李卫央 而拓跋鱼为了抓住特使 侮辱李卫央的证据 这样刘宋就不敢出兵乏位 他便立下大功 因此对李卫央见死不救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拓跋鱼及时出现 用力一下 把特使刺伤 救下了李卫央 拓跋鱼和陈安 又继续回去 假装被迷晕的状态 拓跋鱼假装醒来 假惺惺的问拓跋鱼 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不安全 我们得赶紧离开 传令下去 火速撤离 在返回平城的路上 卫央等人遭到了宋军的追杀 拓跋鱼在保护卫央逃跑的时候中 你怎么可以丢下你故乡 自己逃生 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我 若是我死 同样也被吓活 两人逃到一处废弃民居处躲避 魏央拉拓跋鱼进入一处暗阁藏身 没想到暗事引起了南安王童年痛苦的回忆 魏央看出了南安王的恐惧无助 他的无声安慰 让拓跋鱼安定了下来 然而魏央的这个举动 让拓跋鱼产生了好感 也给他日后带来了灾难 宋军离开后 拓跋鱼支撑不住晕倒了 李魏央特地去后山采药 为拓跋鱼疗伤 拓跋鱼和承德赶到边关 发现宋军昨日已经攻过城 如今城内守军不足五千 宋军二十万大军再次攻城 拓跋鱼立牌众议下另开城杀敌 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所有将士临阵脱逃者 战 军队出城后立即关闭城门 身子不认者 战 立此一战 就在此时 杀 拓跋鱼不是武将 心中也没有把握 但作为拓跋子孙 保卫家园是他的职责 他必须勇往直前 无所畏惧 拓跋鱼鼓舞士兵 一时间士气高涨 拓跋鱼率兵抗击刘宋大军 杀死了宋军将军 宋军大乱慌忙撤退 拓跋鱼率军抗击宋军 大获全胜 卫军撤回城内 等待抵挡第三波攻击 拓跋鱼号令大家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也要保住这个城 因为在他们的身后 是千万百姓的命 卫央听闻拓跋鱼情况危急 决定去华台帮助拓跋鱼 拓跋鱼 你要去哪 你没有听到吗 拓跋鱼他现在在华台 他有危险 我要去找他 告诉卫央 就算再有情有义 也不要拿性命开玩笑 但卫央只想与拓跋鱼 面对生死的考验 你要去送死 我不拦你 拓跋鱼嘴上 骂着卫央 是个愚蠢的女人 但心里终究放心不下 他让承安回去 面见皇上秉明军情 自己则跟随卫央 继续去华台 华台被宋军团团围住 卫央等人根本无法进城 宋军二十万大军 每日粮草消耗无数 只要烧掉他们的粮草 宋军必然退遍 卫央记上心头 你说这么多鸟干什么 山人自有妙计 殿下不用心急 一会你就知道了 李卫央抓了很多麻雀 在麻雀的爪子上绑上消尸粉 带乐了一整天的麻雀 着实粮草后 李卫央在安排军逃 以火箭射向敌人的粮草 粮草全部着火 宋军只好退军 拓罢于感慨 不能小看李卫央的智慧 而得到李卫央 必将成就自己的天下霸业 因此 自己无论如何 都要得到李卫央 干脆 不好了 什么情况 粮草着火了 成功烧掉敌军的粮草后 宋军不得已撤军 魏央他们顺利进城 宋军主力虽已撤退 但仍留一殿后的军队 拓跋郡提出一路水路 一路汉路左右夹击宋军 拓跋郡打算带一队人马 翻山过去 在后面突袭宋军的营地 不料半路上被案件射中 为了救拓跋郡 决定带他回平城治疗 却在半路上被人刺杀 幸好魏央早有防 提前带拓跋郡 藏身在一处山洞里 小姐 李德 众人将拓跋郡 护送到太子府 李温阳 又是你军人每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就没有好事情 军人要是有事的话 本宫绝不放过你 李长乐去太子府看望拓跋郡 请求太子妃答应自己 留在太子府照顾拓跋郡 太子妃有顾虑 毕竟李长乐还是位出阁的姑娘 但李长乐坚持 太子妃也只好阴郁 皇上出宫前来看望高阳王 太子妃令长乐随自己一起接驾 一直守在太子府门口的魏央 现身央求皇上 让他见高阳王一面 太子妃恶狠狠地拒绝了 魏帝看在他设计 烧了宋军的粮草立了大功 同意魏央随自己一起入府 随臣进来 谢陛下 拓跋郡突然脸色发白 手脚冰凉 太医命人对拓跋郡的手脚进行揉搓 但众人接不得其法 李卫央提出让自己试试 两天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知道该怎么做 殿下现在很危险 李卫央的一番揉搓后 拓跋郡的体温恢复正常 脸色也好多了 太医为拓跋郡把脉 告知拓跋郡的症状缓解了 指出李卫央的手法十分熟练 对拓跋郡的康复有帮助 为帝命李卫央留在太子府 照顾拓跋郡 李卫央准备给拓跋郡喂药 该留下来照顾的人是我 难道你想惹娘娘生气 李长乐却强行将要给抢了过来 并将李卫央赶了出去 太子飞剑只有李长乐一人 在照顾拓跋郡 问起李卫央 李长乐故意说 他说 有点累了 回去休息一下 其实 李长乐让檀香偷偷在 卫央的饭菜里下了菜 卫央吃后昏睡不醒 拓跋郡突然病情加重 太子妃急宣太医 李太医发现 高阳王四肢冰凉 情况不好 殿下浑身发冷 怎么你们没发现吗 这刚刚还好好的 娘娘 请赶快去请安平公主 丫鬟去请卫央 才发现 卫央躺在床上人事不醒 幸好 李太医医术高超 一针扎醒了卫央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你赶快去看看训儿吧 他又不好了 一听 高阳王病情有变 卫央不顾自己身体虚弱 寸步不离地照顾拓跋郡 才使拓跋郡病情 重新转危为安 娘娘 高阳王殿下的病情 已经好转 事后 李长乐在花园中 责备檀香 是不是下的药量太轻 否则 怎么会一针就扎醒了 檀香倒是后怕 自己若要下重了 卫央从此醒不过来 那高阳王 岂不是危险了 太子妃与秋仪路过花园 听到二人对话 甚是震惊 李长如无意发现自己 亲手做的腰带 被拓跋鱼丢弃在一旁 愤怒不已 回到尚书府 又从李卫央口中听说 拓跋鱼带着李卫央 送的平安符的事 醋意大发 发誓从今日起 李卫央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我才是殿下审便 最重要的女人 我不允许任何人抢走她 这天 长如来到南安王府 命成安送信给拓跋鱼 突然装作头痛男人 容而说小姐这是头痛症又犯了 需要在王府里 给他们准备一间客房休息一下 深夜 郑巧赤云南派来的刺客 闯入王府 长如趁机潜入拓跋鱼书房 偷走了马太少的奏章 要是怎么样 你见过这么很多的姐姐和妹妹吗 和其火来 对付自己的亲人 拓跋鱼看到母亲胸口 插着李卫央的簪子 一切证据都指向李卫央 由不得拓跋鱼不相信 卫央怀揣章赶回平城时被捕 拓跋鱼逼问卫央 为何要行刺太子妃 卫央很震惊太子妃的死 她们怎么狠心呢 她们是我做的 我今天根本就没有来过这 我根本就没有做过 但邱仪说 全府上下那么多人 都亲眼目睹是卫央来到府上 难道大家的眼睛都出了问题 还有卫央衣袖上的污渍 明明就是她慌慌张张脱逃时 撞到自己泼上去的燕窝粥 拓跋鲸哭着 让卫央证明清白 她无法接受亲人的离去 挚爱的背叛 卫央解释 自己在树下挖到了一封信 信上让她前往城东土地庙 寻找奏折 卫央却拿不出那封信 怀疑是匆忙中丢失了 我一定可以向你证明 我是无辜的 卫央请拓跋鲸相信 她是无辜的 而她房中还有一封 通知她去寻取奏章的信 让拓跋鲸跟她一起回去查看 拓跋鲸随李卫央来到尚书府 却不料信已经被调包 信中写明 卫央需用太子妃性命换取奏章 如果同意就在府中高树上记上红金 更离奇的是 府中最高处的树枝上 果然绑着一块红丝巾 拓跋鲸万念俱灰 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丑 被李卫央玩弄于鼓掌之间 她在卫央心中远远没有那份奏章重要 对李卫央十分失望 并抢走奏章 李卫央感慨 和李长乐的第一次合作 就如此顺利 原来是李长乐 易容成礼魏央去杀死的太子妃 魏央因刺杀太子妃 被捕押入天牢 敏德混入天牢看魏央 魏央突然想到 有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拜托敏德前去调查 赤云南却担心李卫央被捕 会不顾一切将他供出 他下令派人混入天牢 在皇上提见李卫央之前杀了他 卫央在天牢中将这些天 自己遇到的是串联起来 猜到这次是有人易容成自己 此事定与李长乐有关 赤云南派的刺客 装扮成狱卒 刺杀李卫央 李卫央杀了刺客 自己换上狱卒的衣服 并放火烧了天牢 趁乱从天牢逃了出来 恰巧遇到替他找到证据的敏德 李卫央安排李敏德 压着自己去见魏王 卫央斗胆来到魏帝面前 并呈上手印和口供 来为自己开脱杀害太子妃的罪子 魏央对皇上说 太子妃娘娘遇刺之时 她并不在太子府中 所以她根本不是太子妃遇刺一事的凶手 她是被冤枉的 所以才会选择逃狱 宁愿拼死一搏 也不愿意被人嫁祸 是有人假冒魏央去行刺太子妃娘娘 是有人要嫁祸魏央啊 可是没成想 魏帝把魏央的手腕撸起来 并把画像丢在魏央的面前 追问他明明是大梁公主 假扮李魏央接近拓跋郡潜入大魏 到底意欲何为 魏央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公主 并说并非自己不想公开身份 是有人一直阻挠自己 于是将赤云南的所作所为 一五一时告诉了皇上 而能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的 由前张叶太守马军 亲笔所写的弹劾奏章 在拓跋郡的手中 拓跋郡在府中听说 天老着火着急要去一探究竟 敏德在太子府门口向拓跋郡汇报 天牢的火是魏央放的 魏央是想面见皇上澄清罪责 他担心魏央会出事 请高阳王殿下速速入宫营救魏央 拓跋郡终究还是带着奏章入宫 呈给了圣上 魏帝告诉魏央 命令魏央不许在拓跋郡面前自证清白 魏帝不会为了一个叛臣之女杀一个 有功之臣 魏帝同意放过良奴 让他们享有跟大魏子民一样的待 魏央替北良百姓 谢陛下龙恩好道 赤云南被封护国公 前往幽州上任 但圣旨中称恐护国公 公务繁忙 不适合在监管军中事务 令其卸下虎符交由兵马司代管 赤云南明白自己 这是名声暗将 被剥夺了实权 赤云南前往幽州上任的路中 欲为王派来的蒙面人刺杀 赤云南富商逃到河边 被假扮烧工的君陶刺中腹部 殊死搏斗中二人双双落水 侍卫回宫跟卫帝汇报 说刺杀赤云南之人 就是李卫央身边的侍卫君陶 卫帝以李卫央纵容手下 刺杀护国公斥云南的名义 下旨三日后五十处斩李卫央 敏德怒气冲冲的去找拓跋郡 并告诉他 卫央马上就问斩 如果卫央死了 你真的不会后悔吗 拓跋郡为了自己以后不后悔 黄奔去皇宫 请求皇爷爷开恩 皇上大怒 他对拓跋郡说他能废了太子 也同样能废了这个皇孙 作为天下至尊 他的话就是荆轲玉律 臣命唯有服从 同时皇上下旨 从此以后 有谁在为李卫央求情 同罪论 朕的话就是荆轲玉律 朕说李卫央有罪 他就有罪 谁敢质疑 就是跟朕作对 跟皇权作对 李卫央大仇得报 虽将被处死 但也已无遗憾 唯一令他伤心的 就是拓跋郡依然不相信他 他多想在死前和拓跋郡见上一面 能够不带着他的恨意离开 魏央不知道 就在他想着拓跋郡之时 拓跋郡就在牢门外 静静地看着他 最后选择无声地离开 李卫央三日之后就要问斩了 形容枯搞的赤云柔 听到这个消息 双目突然放出一彩 他笑着说 哪怕李卫央是北梁公主 与他斗了那么久 终究还是输了 只要李卫央死 我相信高阳王殿下一定会死心的 回到府中的拓跋鱼 发现奏章不见了 细问成安后 便知是被李长如偷走了 李长如前来府中 恭喜拓跋鱼得胜归来 拓跋鱼却狠狠地打了李长如一巴掌 在这一刻 拓跋鱼恨不得杀了李长如 把你千刀忘光 也难消防我心痛之恨 他解下去那么重视李卫央吗 拓跋鱼怀疑太子妃的死 也跟李长如有关 同时指责李长如 害死了赤云男 赤云男对拓跋鱼很重要 现在都被李长如给毁了 李长如解释说自己这样做 都是为了拓跋鱼 因为赤云男一死 兵权就会落入拓跋鱼的手中 李长如告诉拓跋鱼 他拿走奏章 确实有私心 长如偷拿作章 确有私心 那是因为长如不能眼睁睁 看着李卫央抢走我 尸入城堡的一切 我可以忍受殿下不爱我 但绝不能忍受殿下 心中有着别的女人 真的要害死李卫央 殿下要救李卫央吗 赤云家树道 无孙散 李长乐带着病入膏肓的赤云柔 回到尚书府 二夫人和李长如 不忘强导众人推 纷纷上门说起了风凉话 李长乐愤怒于李长如 早知道李卫央的真实身份 还涉局利用自己出手 李长如则讥讽李长乐 为了以防万一亲手 杀死了心爱之人的母亲 那种感觉一定不好受 李长乐反尘相机 他让长如不要忘了 能救李卫央的 除了高阳王 还有南安王 拓跋骏不能眼睁睁 看着卫央死去 便前来找拓跋鱼 替卫央求起 如果我救李卫央 我能得到什么 拓跋鱼要求拓跋骏 在一个月内 取李长乐为契 必要拓跋骏保证 李卫央一辈子 都不知道真相 拓跋骏知道 拓跋鱼 这是逼自己 退出皇位之争 但为了救李卫央 拓跋骏还是答应 随后 拓跋鱼来到魏帝面前 替卫央求情 并说出 君陶刺杀赤云南 并非卫央指使 如今斩杀卫央 只会引来百姓的议论 卫央被押往刑场 白芷和弃姨娘 撕心裂肺大声的哭喊着 罚场上 李敏德正准备去救李卫央时 被交统领给打晕了 霍巴郡也正准备动手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霍巴于 圣上有旨经查明 李卫央所犯之事尚有一点 验刑之前 先贬骑为奴 进宫服役 钦此 卫央被罚在宫内 做了换一局的低等宫女 看着他被老自得的宫女欺负 李敏德在暗处 看着只有心酸的份 李敏德准备回柔然 请拓跋迪帮忙多照顾李卫央 九公主让敏德 放心他会暗中照顾魏央 不会让他遭罪 魏央在换一局干活 阴替彩平出头怒打阿清 拓跋郡来到换一局的门口 成德不解拓跋郡 为何不进去看望李卫央 拓跋郡解释说 杀害母妃的真凶 没有找到 自己不知如何面对李卫央 阿清将李卫央怒打自己的事 告诉管事的林良史 林良史欲对李卫央掌嘴二时 一直在换一局门口 徘徊的拓跋郡 听到院子里喧哗之声 并提到了李卫央的名字 他连忙冲了进去 拓跋渝却抢先一步 阻止林良史对李卫央用刑 拓跋郡正欲离开 拓跋渝却故意叫住了他 问他 是不是忘了一件重要的事要 告诉卫央 我没忘 杀母之仇 我怎么会忘 看着拓跋郡逃一般的离开 拓跋于亲口告诉 魏央拓跋郡即将和常乐结婚 魏央听了脸色苍白 伤心不已 拓跋郡进攻向皇爷爷请命 他要遵从母妃的遗愿 迎娶尚书府大小姐李常乐 皇上问拓跋郡 是否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后果 拓跋郡只是坚称 要遵从母妃的遗愿 皇上怒气不争 拂袖离开 高阳王妃向圣上请旨 希望你这个当妹妹的 能参加她和高阳王殿下的婚礼 拓跋郡带人前来上书府 迎娶李常乐 李常乐故意命李魏央服侍自己上安 魏央 你来扶我上安 李常乐踩着李魏央的背上安 看着心爱之人受羞辱 拓跋郡的心在低血 却什么也不能表示 而李常乐则一脸得意 不向你魏央 给祖母和父亲请安 李家上下除了弃姨娘 都是冷言冷语 拓跋郡带人前来上书府 迎娶李常乐 一行人浩浩荡荡回到太子府 魏央眼睁睁地看着心爱之人 与他人拜堂成亲 痛心不已 而拓跋郡也是泪眼婆娑 魏央初得上书府遇回宫 拓跋渔追上来安慰魏央 称拓跋郡也是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 请他不要责怪卷 魏央坦然称自己 和拓跋郡终究没有缘分 一旁叫中的李常儒 看到这一幕恨得哑痒痒 终于亲眼看着女儿 嫁给高阳王之后 心愿以来的赤云柔 与当晚撒手闺西 拓跋郡遂与李常乐行的交败之礼 却不肯喝下个景酒 又以母亲心丧为名 不与常乐同房 这个太子 死了还要妨碍我的事 第二天一早 李常乐按规矩给公婆上香 在跪拜太子妃排位时 供桌上的首饰盒 被侍女不小心碰落 里面的翡翠首饰摔了出来 常乐急忙让侍女赶紧捡起收好 还说 这些都是娘娘的陪嫁首饰 拓跋郡听了此话 心中顿然生意 九公主知道 李常乐是平成第一财女 就约她前来让她健保的 说着 她让侍女提上一个笼子 打开笼门里面 居然是一只通体乌黑的猫 李常乐一看黑猫 马上联想到 自己知道的一种名猫 叫做月影乌铜金丝虎 九公主顺着李常乐的话说 这是从西域带回的名猫 让羔羊王妃不如抱抱她 李常乐不宜有她 把猫抱起来不停地亲着 九公主在一边咯咯直乐 原来这哪是什么名猫 就是她从路边捡的野猫 浑身给泼了黑幕而已 李常乐被捉弄了一番 新人之耻 又找一事 我一定要让他们加倍奏 皇上在后宫宴请各位大臣夫人 皇后把换一局送来的衣物赏给岳夫人 岳夫人穿上衣服后让众人欣赏 她摸着身上的衣服十分喜欢 不料突然倒地吐血身亡 娘娘 岳夫人她 她死了 侍卫在宫女的房间里 没有搜出任何东西 突然因为嬷嬷拿着衣服问 是谁的 这是我的 还没有来得及洗 嬷嬷在魏央的衣服里搜出一包东西 经太医检查 正是岳夫人所中之毒 魏央被押上朝堂 东平王拓跋汉指出 魏央是受到拓跋鱼的指使 如杀皇后 不想误杀了岳夫人 拓跋汉还指出 拓跋鱼多次私会李魏央 拓跋鱼是百口莫辩 安王 你做何解释 父皇 除了你 谁还有动机 谋害母后 这显然就是一个设好的局 魏央提出自己有话 需要私下对皇上说 他说 如果自己要害 定然要害皇上 而非皇后 南安王与东平王实力相当 陛下如果出了事 必定会造成两虎相争 不管是谁胜出 对大魏都是元气大伤 过那个时候 我鼓动良民引起暴动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皇上觉得确实有理 给魏央三天时间查明真凶 如果找不到真凶 那么魏央就等着领罪吧 拓跋鱼特意等在大殿门口 很想关心李魏央 但见前来的拓跋鱼 拓跋鱼又故意训斥李魏央 李魏央如果你再不知收敛 绝对不会有好结局 这次的事将李魏央和拓跋鱼牵连在一起 李长如建议拓跋鱼不如直接杀了李魏央 拓跋鱼听了狠狠警告李长如 不要再动力了 你再敢动他试试看 难道李魏央比殿下筹谋了十多年的大业还要重要吗 这下如此 就不怕身败名裂吗 拓跋鱼相信李魏央没有毒害皇后 他知道这是拓跋汉针对拓跋鱼设的一个局 担心李魏央会有危险 和承德两人急急进攻 林良室安排李魏央给贵人送衣服 白纸正在为找不到凶手范畴 正巧见到李长如 眼前一亮 他认为长如小姐和魏央感情最深 一定有办法帮助魏央的 李长如说自己今日进宫拜见皇后 就是为李魏央求情 可随后白纸却发现 李长如根本没有去见皇后 不是去见皇后吗 怎么朝这边走了 李魏央在给贵人送衣服的路上 被一名男子打晕带走 赶到宫中的拓跋骏见到一块衣角 怀疑李魏央已经出世 心急如焚 男子正欲杀李魏央时 信德拓跋骏及时赶到救下李魏央 男子仓皇而逃 而男子是红罗所亦容的 白纸想起有次 他突然晕厥 荣儿扶他回住所的是 怀疑是那个时候 荣儿拿走了钥匙 在柜中放入栽赃陷害李魏央的书信 不会的 长如小姐一直都对小姐很好 红罗告诉李长乐 他差点杀了李魏央 只可惜功亏一篑 因为有人救了李魏央 而救李魏央的人是拓跋骏 红罗问李长乐 拓跋骏是否值得李长乐 用一片真心对待 三日期限已到 李魏央说已经找到真凶 请魏弟一驾换衣局 魏弟一行来到换衣局 李魏央指认林良使就是真凶 是你 林良使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林良使激动说自己指甲上没有裂痕 李魏央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提到指甲 林良使却不打自招了 现在只有姑姑一个人剪了指甲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李魏央跟魏王解释 他是故意找中常识拿来衣裳 为的是让凶手紧张 就和白纸上演了一出戏 拓跋骏也提供了证据 他调查到 林良使近期在家乡置办了很多产业 明显是被人收买陷害李魏央 证据确凿 魏弟命人将林良使带下去 并查出幕后主使 魏弟下指 李魏央成为换衣局新任的良使 一旁偷听的李荡儒愤然离去 白纸对李长儒开始产生怀疑 于是悄悄的跟着常如主仆 偷听他们的谈话 如果上一次小姐设计她成为 杀害太子妃的凶手成功 那小姐 白纸激动之下发出响动 被常如与秋蓉灭口 白纸挣扎之时 勾掉了秋蓉的手帕 李长儒发现是白纸知道 事情已经暴露 恼羞成怒的他 拿起水桶里的水瓢 就打在了白纸的后脑勺 这时 李长儒发现有太监经过 立马就躲了起来 你快去看看吧 白纸出事了 很快魏央便知道了 白纸出事的消息 魏央难以置信地抱着白纸痛哭 央求她不要离开自己 白纸把随身携带的钥匙 交给了魏央 用手指着李长儒躲起来的方向 奈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大家都认为 害死白纸的人是李长乐 最后 白纸离魏央而去 魏央撕心裂肺 大喊着白纸的名字 却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白纸的死令 魏央大受打击 你是凶手 是你杀的白纸 你是一个污蔑的狗 给我张嘴 陀巴俊为了在人前 维护妻子的面子 违心地令人向魏央掌嘴 幸亏陀巴鱼及时阻拦 并请陀巴俊 别跟李魏央计较 陀巴俊难得陪李长乐吃饭 李长乐趁机跟陀巴俊提出 夫君一直都在书房过夜 今晚可否留下来 直接放下碗筷 提前离席 晚上 魏央回想起和白纸发生的种种 沉浸在失去白纸的痛苦中 心灰意冷的他 就有了轻声的念想 魏央走到水井旁边 正想要跳下去 陀巴俊看见 正想要上前 幸好彩屏 及时抱住了魏央 陀巴俊看着伤心欲绝的魏央 你就让白纸死得不灵不白吗 就算你不想活了 是不是也应该把杀害白纸的凶手找出来呢 九公主的一席话 令魏央找到了活下去的墓里 那就是找出杀害白纸的凶手 老夫人担心 在宫中孤立无援的李魏央 特地询问常进宫的李长如 李长如故意在老夫人面前 说二姐在宫里很不好 还提起白纸遇害之事 荣儿听了一阵紧张 回到房中 李长如狠狠扇了荣儿一个耳光 同时将荣儿狠狠训斥一顿 提醒荣儿说 就算现在白纸站在面前 也得面不改 都是杀头的事 不能有半点破绽 否则将死无葬身之地 魏央一直在回想 白纸临死前为什么拼命把柜子的钥匙 塞到自己手里的原因 他回忆起之前追问过白纸柜子 要是是否离身 白纸拾口否认 说自己就算沐浴 也是带在身边的 李魏央误以为 李长乐是杀死白纸的凶手 而之前 李长乐陷害自己杀死太子妃 现在又杀死白纸 李魏央发誓 不管李长乐的身份是什么 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彩平将小太监捡到的白纸遗物 朱花 手帕交给魏央 劝其节哀顺变 拓拔与老谋深算 暗中揭发了拓拔捍卫 惨害拓拔俊一事 孽子 俊儿可是你的亲侄啊 你居然吓死东手 你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是不是下一次 你叫谋害朕呢 魏迪怒骂拓拔汉时 李萧然前来禀告 有两名农夫壮告拓拔汉圈地 隐私一事 魏王听了更加愤怒 拓拔汉一直命手下 替自己顶罪 拓拔鱼趁机将自己掌握的证据 交了上去 皇上有旨 皇子拓拔汉贬为庶民 魏王下只将拓拔汉贬为庶民 拘禁府中终身不得出来 李长如特地准备韭菜 跟拓拔鱼一起庆祝拓拔汉 恭喜殿下 贺喜殿下 如今东平王再也不能对殿下构成威胁 殿下的大事已经成功一半 其实 李长如偷偷在酒中下药 拓拔鱼重计跟李长如圆防 宿醉醒来的拓拔鱼 看见睡在自己身边的李长如 愤怒离开 李魏央打算求魏王彻查白纸的死因 拓拔郡阻拦 提醒李魏央说 魏王不会在意一个宫女的死因 同时告诉李魏央说 白纸并不是李长乐所 如果皇上不严查死 我就亲手杀了李长乐 不管怎么样 我要让他为白纸杖命 拓拔郡反复劝说李魏央 李魏央这才作罢 拓拔郡问李魏央跟拓拔鱼的关系 拓拔郡指出拓拔鱼的心思难测 提醒李魏央不要太相信拓拔鱼 李长如假意来看望李魏央 小姐这里脏了 魏央无意间发现 柔儿的手帕与白纸的遗物一模一样 就趁机打着要学习花样的幌子 借来手帕 魏央回到房间后 拿出两块手帕对比 不管是针角还是花样都是一模一样 于是魏央就来到白纸被害的现场 说着白纸所指的方向一路走去 掠过了李长乐 最后在墙壁上发现了血迹 魏央经过反复推敲 发觉李长如才是杀死白纸的真凶 敏德教训安乐公主 不该在宴席上对大卫公主无礼 刁蛮任性的安乐公主 根本不听她这个王兄的话 还说她非要把皇宫闹得鸡飞狗跳不可 皇宫里的另一位公主 此时也正在自己宫里大闹天宫呢 拓拔狄一边砸着东西一边哭喊 就是不要嫁到柔然去 敏德听到消息赶到公主宫里 李敏德安慰拓拔狄 他已经上下打点了大臣 请他们向魏王敬言 取消让拓拔狄和亲的事 李敏德还说 倘若那些都没笑过 他也做好了带拓拔狄离开的准备 拓拔狄听了狠感 我拓拔狄是大卫最骄傲的公主 为了你 我愿意放弃一切 虽说知道李敏德心中的那个人 一直都不是他 但他还是喜欢李敏德 安乐受到长茹挑拨 来到换一局斥责魏央背后称 柔然人为如如 魏央还没来得及问明事情原委 安乐救命人开始砸东西 魏央心中疑惑 自己从未说过公主的坏话 究竟是谁在背后使唤 以后安乐公主要是有什么意外 李敏央可就逃不了嫌疑了 李长如成功指导安乐 与魏央起了矛盾 他打算杀死安乐嫁活魏央 李长如去换一局看望李敏央 说是听说了安乐来换一局闹事的消息 因为担心李敏央 所以特地前来看望 李敏央故意说 想让魏王重新审理白纸一案 李长如听了有些紧张 姐姐还没放弃啊 我一定不会放弃 我一定会找出那个凶手 李敏央接着说 李长乐还说白纸出事那天 李长如也来到皇宫 问自己为何不怀疑李长如 李长如听了更加紧张 此时李敏央却拉住了李长如的手 他一定是为了挑拨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我是不会上他的当的 托巴迪得知安乐公主大闹换一局 于是准备帮魏央出气 他拉着安乐公主比武场上见 两人约定 从小娇生惯养的 拓巴迪论打架哪是安乐的对手 安乐命手下狠狠的 杖则卫央 拓巴迪眼睁睁的 看着卫央受罚 急得直跳脚 却又不能违背诺言 幸亏李敏得及时赶到才救下了魏央 李敏得心疼魏央 训斥了拓巴迪 简直是胡闹 安乐公主气得哭着跑了 李长如看准时机 命容而发出动手的暗号 二姐 安乐几次欺负于你 我帮你出去好不好 此时正在换一局工作的魏央 也被一个叫清夜的宫女叫走 行至半路 魏央察觉不对 转头就走 恰巧遇到长如和荣二 长如 很久没有见到妹妹了 不如陪我一块走走吧 好 安乐失踪了 魏王下令搜查整个皇宫 务必找到安乐 这位在井中找到了面目全非的安乐 还在安乐身边 发现了换一局的腰牌 一番搜查后 只有李魏央的腰牌不见了 李魏央说 安乐出事时 自己正跟李长如在一起 可李长如却说 两天前的巫师 臣妮的确没有见过我二姐 那个时候臣妮正在和我大姐 高杨王妃在御花园里 李长乐 导成了李长如一根绳上的蚂蚱 自然口供 李长如如出一辙 李魏央再次被打入天牢 这一次 李魏央终于确认 李长如就是杀死白纸的真凶 李长如 我警告过你 不要对李魏央下手 你把我的话当耳边疯吗 魏王下旨 三日后 触展李魏央 拓跋骏担心李魏央 特地去天牢 看望魏央 李魏央指责拓跋骏 一直都不相信他 而他不想把希望寄托在一个 不相信他的人身上 李魏央要将拓跋骏赶走 拓跋骏直接抱住了魏央 并告诉李魏央说 我放开过你一次了 这种痛苦我不想再尝试李魏央我告诉你 我永远都不会再把你放开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李魏央你听我说 拓跋骏将拓跋鱼是杀害母妃真凶的事告诉李魏央 而他一直不告诉李魏央 这件事是因为拓跋鱼成俯身 不想让李魏央再陷入险境 无非的死对我打击很大 后来我仔细想想这件事情有很多疑点 黄爷爷无论如何都要杀你 我实在没办法 跟拓跋鱼做了交易 娶了李长乐 他必须在人前装成不相信魏央的样子 不能让拓跋鱼他们看出破绽 否则他们会破釜沉舟 太子府数百口人和魏央都会有生命危险 李长乐感慨 李长如的手段可是依次鼻子高明 可是他很好奇长如妹妹 是怎样将安乐公主杀死的 李长如却之口否认 李长乐让他无需隐瞒 若非他动的手 那时间上怎会一环一环 衔接得如此之好 临行前夜 皇上召见魏央 并再三追问 李长如是否保持之前的口供不变 长如坚持自己的供词 皇上称自己已经找到了证据 李领德戴上了大魏宫女打扮的安乐公主 原来安乐公主并不想和亲 那日与宫女换了衣服 打算混出宫外与爱人私奔 安乐还说 当时见到李卫央跟李长如在一起 我看见李卫央 跟他 正在东郎说话 是我路过东郎的时候看见的 魏王听了大怒 李长如竟敢欺君 魏王还叫来李长乐 李长乐转口说 李长如悟到自己认错时辰 自己并非同意 魏王下令将李长如拉下去处斩 而一旁的拓跋鱼却无动于衷 在情急之下 李长如说 李下 李下饶命 李下 你不能杀我 因为我已经毁了燃了我的骨肉 李长如怀了皇室的血脉 魏王决定暂且先饶他一命 打入冷宫 等李长如生下孩子再做处置 原来 李卫央早已识破了李长如的诡计 把自己对李长如的怀疑一一告诉了敏德和安乐 于是他们便和其伙来商量应对之策 设计了一出引蛇出洞 因此 在安乐被投下井时 李卫央就安排李敏德他们将安乐救起 如今还免去了和亲一事 众人正在开心之时 突然卫央脖子一痛 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折了一下 敏德看到 是焦童领动的手 于是 一路追上焦童领问他究竟对卫央做了什么 焦童领催促敏德 赶快动手盗取魏国六阵兵被防守徒 事成之后 不但魏国唾手可得 柔然可汗的皇位 也是敏德的囊中之物 如果敏德再不动手 魏央性命不保 一边是生他的柔然 一边是养他的大卫 敏德不知该如何是好 李卫央去看李长如 李长如好奇 李卫央是从何时开始怀疑的自己 李卫央说 在太子妃事件后 就非常确定有人跟李长乐合谋 而白纸临死前拿出那把钥匙 也是为了说李长如是凶手 因此 当李卫央发现李长如欲加害安乐时 就决定将计就计 李长如还说 当初也是他挑拨 让赤云柔害死的周氏 李卫央听了十分震惊 指责李长如做了那么多桑尽天良 我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你 我故意挑补你和李长乐 目的就是希望你们欲棒相争 我好渔翁得利 你别再打你的孩子作孽 曾经王 我们恩断义举 拓拔鱼去看望李长如 李长如十分兴奋 拓拔鱼却责骂李长如 竟敢瞒着自己有身孕的事 指出李长如本可因此成为他的侧妃 只可惜现在功亏一篑了 拓拔鱼警告李长如 好好生下孩子 不要再打了李卫央的主意 可拓拔鱼越是这样护着李卫央 李长如就越恨李卫央 皇上感谢卫央 在此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提卫央为近身侍女 卫央欣欣然礼命 卫央刻意给敏德和九公主 创造培养感情的机会 这天他约了九公主和敏德 一起到拓拔郡和他的热土一起游玩 拓拔郡说要送给卫央一份礼物 说着带卫央来到一片花海 他说这里的每一朵花 都是他自己种下的 当卫央被贬入宫后 自己明明可以见到 卫央却要装作视而不见 心里难过的时候 他就来这里种花 想象着有一天 卫央会看到他们时 心里就会好过一些 他对卫央说 希望无论过了多少年之后 当他看到这些花 就能想到他们之间的幸福时光 他让卫央相信他拓拔郡绝不负他 李孝然特地将李卫央叫回尚书府 想让他用浴室的身份 在皇上面前替长茹求情 希望能让长茹回到家中 但卫央坚决地回绝了李家的请求 他对老祖母说 若不是长茹怀有身孕 他所犯下的罪行百死难数 祖母的请求 卫央 做不到 二夫人气愤地一直在咒骂李卫央 焦统领催促李敏德 赶紧偷取六阵兵被图 提醒李敏德 说他要是不答应 李卫央恐怕性命难保 焦统领告诉李敏德 可利用今晚去南安王府敷宴的机会 偷到军机所的钥匙 宴会上 李敏德发现钥匙并不在拓巴鱼的身上 此时 焦统领的密探打探到钥匙 藏在拓巴鱼内院书房暗格里的消息 李敏德假装头晕 拓巴鱼赶紧将李敏德 附近内院休息 李敏德趁机打晕了没有防备的拓巴鱼 随后前进拓巴鱼的书房 陈安禀告拓巴鱼说 有人夜闯书房 拓巴鱼赶紧回到书房 并拿出放在暗格里 装有军机锁钥匙的那个盒子查看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暗处的 李敏德看见了 钥匙还在 于是将钥匙放回盒子后离开 拓巴鱼刚离开 李敏德就偷走了钥匙 拓巴鱼发现要是丢了 赶紧命成安将军机所包围起来 与此同时 李敏德已经前进军机所 找到了六阵兵被图 李敏德也知道 六阵兵被图若是落入柔然人手中 那自己就是大卫的罪人 可又想着李卫央的性命 掌握在自己手中 犹豫不决 李敏德准备离开时 被拓巴鱼的人团团围住 打斗中 李敏德被拓巴鱼刺了一几 信德交统领带人 前来就走了李敏德 拓巴鱼回到府中发现 李长乐备了韭菜 正在自己房中等着 说是看夫君最近辛苦了 特意备下滋补的菜肴 想让夫君好好补上一补 拓巴鱼厌恶之情不便流露 只得找个借口匆匆离开 李卫央已经成为圣上的贴身侍女 他往后和殿下 见面的机会可就多了 什么 李敏德不顾自己的伤势 逃出来后 最关心的是魏央有没有事 交统领却说情况紧急 他出来时已经没有时间 取消毒杀李卫央的计划了 中常师大人 应看李卫央照顾皇上有功 喝赏了桃花酿 没想到酒中已被柔然密探下毒 敏德不顾自己伤势严重 一路急奔进攻 总算赶在卫央即将喝下毒酒之时 成功 魏央 敏德 这个时辰你怎么来了 敏德赶到饮下毒酒 为怕魏央发现破绽 又匆匆离宫而去 敏德赶到驿站 交统领发现 敏德中毒 马上拿出解药 让王子服下 但敏德在失去意识之前 一定要交统领答应 从此不再伤害魏央 才肯服用解药 敏德因之前身中渐伤 流血过多 又饮下毒酒 对身体伤害很大 御医认为 敏德后期能恢复到何种程度很难说 也许只能做一个手无负机之力的废人 与此同时 拓拔鱼带兵搜查 李敏德下榻的驿馆 交统领借口王子病中不宜见客 南安王正欲硬闯 若是反抗 尽数拿下 九公主突然现身 称自己昨晚一直和王子在一起 将拓拔鱼挡了回去 竟如此不要一个外责 皇兄见笑 王子需要静养 如果没事的话 就请回吧 赶走了拓拔鱼 九公主 回房看到李敏德一起 李敏德跟拓拔敌承认 昨晚就是假装头晕 让拓拔敌将他带进内院 然后再把拓拔敌打晕 去偷六阵兵被图 拓拔敌听了很伤心 不过 李敏德告诉拓拔敌说 我从没有想过 要拿走六阵兵被图 在最后一个 我还是放弃了 拓拔骏前来一管看望李敏德 李敏德知道 肯定是李卫央派拓拔骏前来的 请拓拔敌答应他 不要让拓拔骏 知道他为李卫央喝下毒酒的真相 李长卢不甘心 从此就被人遗忘 退出南安王妃的竞争 这日他听说李长乐进宫 害了侍女荣而前去请来李长乐 貌似好心提醒李长乐 不要太相信高阳王 因为他可能什么都知道了 拓拔骏前来 只是因为和南安王的一场交易 目的 就是为了救李雷央 他一直在骗你 利用 李长乐知道 李长如阴险狡诈 不能尽信李长如所说 只不过他也不能不信 于是央心要查出拓拔骏取他的真相 拓拔鱼在花园里拦住魏央 魏央贮质质问他 怎么可以向皇上提出这样的请求 拓拔鱼不以为然 他说自己早就说过 一定会让魏央成为他的女人 这番话 让郑姓冲冲跑来见南安王的李长如 听在耳内 直恨得牙根痒痒 他又将所有的恨 全部添加到李魏央的身上 拓拔骏建议 魏央趁这几天皇 爷爷不需要 他照顾有点空闲 他们偷偷溜出宫去看花灯 俩人根本没有留心现场 还有第三人 李长如决定利用此事大作文章 李长如十分不甘心 自己整个人 整颗心地对待拓拔鱼 可拓拔鱼却是自己为无物 心中只有李魏央 荣儿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让李长如千万不要放过李魏央 李长如吩咐荣儿拿来笔墨 很快写好了一封信 命荣儿务必交到李长月手上 李长乐约拓拔骏一起赏花灯 拓拔骏借口有重要的事情不能去 花灯会上 坐在马车上的李长乐 看见在买花灯的拓拔骏 激动的就想下去 跟拓拔骏打招呼 可紧接着 李长乐却看见李魏央朝着拓拔骏走去 两人动作还十分的亲密 李长乐气愤不已 拓拔骏 这就是你所谓的重要的事情 李魏央为了给拓拔骏准备惊喜 独自一人静电雪花灯 李长乐瞅准时机 静电将李魏央打晕纵火烧电 看到农烟从花灯店冒出来 拓拔骏急着要进店就魏央 另一边 李长乐吩咐谈香去告诉拓拔骏 说他生病了 让拓拔骏赶紧回府 可拓拔骏是安排成德回府 自己则不顾一切 冲进火 魏央 魏央 就出魏央 当拓拔骏当街抱着魏央庆幸 回酿成大错 李长乐却坐在教中为自己的夫君 心中根本没有他 你为什么怎么对我 为什么要欺骗我 我才是你的妻子 承德跟拓拔骏汇报说 昨晚他跟谭香回府 却发现李长乐并不在府中 像是刚从外面回来 拓拔骏推测出昨晚的火事李长乐所放 拓拔骏前去探望称病的李长乐 李长乐问起拓拔骏当初取自己的原因 同时问拓拔骏是否爱自己 李长乐心里想着 哪怕拓拔骏只有一丝的爱自己 就会原谅拓拔骏 可拓拔骏却并没有回答李长乐的问题 而是交代李长乐好生休养 李长如无法说服拓拔骏不娶李卫央 决定把李卫央给毁了 他打算设计 让皇上以为卫央私下勾搭拓拔骏 命龙儿将弥青箱放到卫央房中的熏箱里 再命人将卫央 拓拔骏引到房中 长如引着皇上去抓奸 没想到打开李卫央的房门 看到的竟是戎儿和太监小林子瘫软在当地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陛下饶命 卫央此时从外面进来 看到小林子问他 小林子 我不是让你过来取东西吗 发生什么事了 小林子称 他来的时候看到戎儿在房内准备偷东西 他想抓他 却浑身 李长如 他不是你的人 陛下 这几中一定有诈 请陛下明查 皇上宣太医前来查验原因 李长如开始惊慌 太医证实 戎儿和小林子是种了迷青箱 卫央从戎儿身上搜出了和房中香炉内一模一样的药物 皇上明白了 戎儿到卫央房中不是来偷东西的 而是来下药的 在李卫央和南安王一致的口径之下 皇上很快就将矛头转向李长如 卫王一番拷问下 得知是李长如想陷害李卫央和拓巴鱼的真相 卫王愤怒下旨 叔儿 李青箱有没有放在李卫央的房间 李青箱都必须放在李卫央的房间了 李青箱 你骑军网上 最大恶极 战下皇子之后 立即求死 李长如求拓巴鱼看在自己怀有他骨骼的份上 为自己求情 可拓巴鱼很嫌弃的推开了李长如 身处绝望的李长如 一口咬定是戎而出卖了自己 他明明用的是最厉害的迷情箱 而且 南安王对李卫央也早就不怀好意 他的计划根本就是滴水不漏 没有失败的可能的 李卫央骂李长如 真是死性不改 他怀着身孕 留在宫中 老祖母是多么担心他 可他偏偏不知安分守己 也许他用的是最厉害的迷情箱 但他低估了自己对拓巴鱼的感情 而李卫央和拓巴鱼 之所以能逃脱李长如的诡计 是因为魏央在紧急时刻 以死相逼制止了拓巴鱼 而且 两人待恢复李治后 还一起抓住了荣二 设下圈套 使李长如的奸计暴露 宫中传出消息说 李长如已经畏罪自尽了 皇上得知消息称 李长如死不足惜 只是可惜了他的皇孙 李长如的母亲激进巅峰 李卫央也以为白纸的大仇的报 我把你带走之后 我又让人安排一具尸体 装成你自尽的场面 现在所有人都以为你李长如 畏罪自尽 拓巴鱼将李长如接到山中 一院子住下 警告李长如 现在开始安分得生下孩子 兴许自己还能留他一条信 承得收到一封信 信中说 约拓巴郡今晚子时 在承西树林见面 说是要告诉拓巴郡 关于当年拓巴郡父王的消息 可拓巴郡和承德在约定地点 等到过了约定的时辰 也未见对方前来 当晚 宗政府被灭满门 一家一百多口人无意生还 魏王怒斥 金赵颖办事不立 下令要将金赵颖拖出去斩了 众大臣纷纷为金赵颖求情 拓巴郡也求魏王让金赵颖戴罪立功 拓巴郡 拓巴鱼共同请愿愿与金赵颖 一起替查明此事 皇上给他们十天时间 若逾期未破案 拓巴郡心不在焉的陪魏王下棋 魏王大怒 知道拓巴郡是为了李魏央 指责拓巴郡竟为了儿女私情 屡屡逆自己 魏王警告李魏央说 不管李魏央能否查明良民高一案 李魏央都将永远离开拓巴郡的身边 我对他是一片真心 绝无不轨之心 请陛下相信我 让我留在拓巴郡的身边 让我和我的族人 向陛下证明我们的一片忠心 倘如被拓巴与软禁起来无法外出 但他依然不甘心 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他命人送书信去太子府 约李长乐见面一续 李长乐去了信中所说的院子 果真见到李长如 李长乐没想到 李长如是真的没死 李长如建议李长乐 从李魏央手中抢回拓巴郡 可李长乐却说 既然自己得不到拓巴郡 别人也休想得到 因此李长乐要毁了拓巴郡 我得不到 谁也别想得到 姐姐是想对付高阳王殿下 为什么不呢 而不是像李长如一样 对拓巴鱼摇尾起怜 你看看你 为了一个男人 提到了尘埃里 他不会珍惜你 因为你见 拓巴鱼得知 李长如私自与李长乐联系 决定带他转移 绝不再给他与外人接触的机会 李长如却说 自己冒险和李长乐联系 也是为了帮殿下 当初他埋在李长乐和拓巴郡之间的火种 竟然已经熊熊燃烧 如果李长乐决意背叛拓巴郡 那么他将是对付拓巴郡最好的武器 宗正府的血案 是拓巴鱼命赤云南做下的 当年诬陷太子 并在牢中杀害太子的主谋 正是拓巴鱼 拓巴鱼得知宗正拿到了证据 才命赤云南 杀掉宗正夺回账簿 赤云南虽然没有找到账簿 但他向拓巴鱼汇报 已将府中所有的证据毁灭 赤云南不明白拓巴鱼 为何三番五次地维护李卫央 赤云南提醒拓巴鱼说 李卫央心中只有拓巴郡 拓巴鱼留着李卫央 在身边就是自取灭亡 拓巴鱼警告赤云南 若想恢复以前的权势 就不要违抗自己的命令 拓巴鱼交代赤云南 有时间去见李长乐 因为李长乐对他们的大事 或许会有帮助 拓巴鱼 拓巴郡 魏央 敏德与九公主一起去东政府 分头寻找证据 魏央和拓巴鱼发现 书房有密室 魏央发现密室中别有洞天 他想让拓巴郡赶来后 一起查看密室 但拓巴鱼不小心触碰到机关 密室的门徐徐关上 匆匆赶来的拓巴郡 只看到魏央的衣角 魏央拼命拍门 告诉拓巴郡自己在里面 让他想办法开门 拓巴鱼在室内 却发现了之前 市云南一直找不到的账簿 他正考虑如何毁灭证据 外面正设法进来的拓巴郡 等人触动了机关 顿时室内乱箭齐发 墙壁徐徐向中间挤压 拓巴鱼为救魏央胳膊中箭 却不顾自己的伤势 拼力顶住挤压过来的墙壁 把魏央护在身前 魏央不解拓巴鱼 为什么要救自己 拓巴鱼称 魏央是唯一值得他救的女人 拓巴郡为了不让机关 伤到在密室里的李魏央 手一直拉住机关的拉锁 直至手生生的被拽出血 李敏德则顶住 从屋顶滚下来的一众物 幸亏 拓巴迪发现了一个暗格 将机关关了 拓巴郡赶紧打开密室 救出困在里面的 李魏央和拓巴鱼 拓巴郡发现密室里 有很多的帐簿 命人将这些帐簿 全部搬出 可很快那些帐簿 被蒙面的赤云男 带着蒙面人给烧毁了 拓巴郡命承德 加紧调查宗正府灭门案 到底和锦木太子案 有何关联 承德 君陶再次约见 那天宋信去施约之人 宋信人乃宗正府家奴 他称宗正大人吩咐 一定要将帐簿 交给高阳王殿下 话没说完就被案件射杀 事于男带人包围了君陶 杀了他们 你到底是谁 等你到了阴曹地府 去门阎王吗 承德 为救君陶 承德背后中刀 身受重伤 承德 承德为救君陶身受重伤 幸亏李敏德带人 前来救下承德和君陶 承德与暴信人有过接触 托拔鱼吩咐赤云南 除掉承德 红罗吩咐李长乐 给承德的糖 这种药会让杀者 伤重身亡 李长乐亲自给承德喂药 承德看穿了李长乐居心 故意装承德要枪盗 挥手间将药碗掀翻在地 让李长乐的歹毒计划失败 托拔郡前来 命大家离开 承德告诉托拔郡说 李长乐要害自己 托拔郡知道这里不安全 决定将承德安排到 别的地方养伤 军陶告诉托拔郡等人 那个打伤他们的面具人 应该就是赤云南 托拔郡猜出 赤云南已经投靠了拓拔鱼 而害死自己父亲的 正是拓拔鱼 魏阳猜到是李长乐 给赤云南通风报信 托拔郡决决定利用长乐 引赤云南献身 托拔郡和李长乐正在用餐 承德前来跟托拔郡汇报说 另外一本账簿 红罗赶紧通知赤云南此事 事关账簿 赤云南得知消息后决定 不管真假 前往紫英关一趟 手下建议赤云南 是否请示拓拔鱼后再做打算 但赤云南急于立功 决定擅自行动 夜深人禁食 拓拔郡 敏德 承德骑马来到道观 要求见账主 当赤云南看到拓拔郡手捧账簿 从道观出来 急忙现身让拓拔郡交出账簿 未曾想他已中了拓拔郡的圈套 哪有什么账簿 一切只不过是为了抓住 赤云南所演的一场戏而已 当赤云南现身 手持长矛的兵士 从四面八方涌出 任赤云南功夫盖世 也只得束手 拓拔郡令人将其压下 将赤云南带回 拓拔郡一行人正欲离开时 赤云南被拓拔鱼派去的黑衣人 红罗亲眼目睹 云南被杀死 而他一直爱慕着赤云南 拓拔郡 我相信你们不得好死 拓拔郡将赤云南的尸体 抬到皇上面前 向皇上禀告 赤云南就是宗府灭门惨案的元凶 并讲出宗大人之死 与太子暗有关 因为宗正大人手上 有一本账簿 能够证明锦目太子的清白 他要求皇上下旨重查锦目太子一案 拓拔鱼却指出拓拔郡证据不足 叔侄俩在皇上面前互相攀咬 贬低 你们真的丢尽朕的脸 也丢尽拓拔氏的脸啊 一个毫无证据 攀咬皇叔 一个不念情分 贬低之耳 令皇上大为恼怒 最终答应再给拓拔郡三天时间 三日之内如果找不到证据 所以任凭皇爷爷承知 好 拓拔郡与皇叔拓拔鱼撕破脸面 也不必再在李长乐面前作戏 拓拔郡指责李长乐 就是杀害母妃的凶手 不过李长乐还是死不承认 李卫央才是杀你母妃的凶手 我是你明媚正娶的妻子 拓拔郡厌恶的推开了李长乐 他令人将李长乐软禁起来 李长乐声嘶力竭的诅咒 我诅咒你永远够不到李卫央 你们重点阴阳妙哥 拓拔郡鼓动群臣在朝堂之上 纷纷向皇上敬言 称谨慕太子宽厚仁义 绝不是能做出贪污敛财之事的人 请求皇上能够重查当年之案 皇上思虑再三决定 重查太子贪污一案 拓拔郡知道魏王临死前 只有李卫央在魏王身边 因此也就只有李卫央知道魏王的遗言 李卫央告诉拓拔郡说 魏王传位给拓拔郡 而拓拔郡师父篡位不得好死 拓拔郡要求李卫央假传一诏 说是魏王传位于他 李卫央拒绝 可拓拔郡却以李家人的性命 逼迫李卫央 李卫央不忍连累家人 只好答应拓拔郡的要求 李卫央答应拓拔郡 会在众人面前 说出让拓拔郡满意的遗诏 同时要求拓拔郡不准再伤害自己的家人 天牢里拓拔郡受尽了折磨 拓拔郡去天牢 告诉拓拔郡说魏王已经冰天了 拓拔郡 你不是人 我没有杀害父皇 拓拔郡解释 不是自己杀的魏王 因为魏王死于忠常侍之手 拓拔郡知道忠常侍是拓拔郡的人 拓拔郡也没有否认 而拓拔郡在十三岁时就收买了忠常侍 拓郡 我早今该揭发你杀害我母妃的罪行 你有证据吗 拓拔郡在众臣面前说自己之所以在父皇驾崩之后 一直囚禁高阳王 是因为高阳王勾结柔然 意图谋反 有高阳王妃的作证 是高阳王与柔然勾结的密信 还请大人过目 并向众臣宣布 先皇驾崩之时 有传位口照传给了李玉士李卫央 并安排卫央在朝堂上宣布 先皇传位于南安王 众臣质疑 先皇将皇位 传给了南安王 拿出先皇留下的颁旨作为证物 大家这才幸福 遵拓拔鱼为地 拓拔鱼安排李家人跟李卫央见面 李卫央从妻姨娘口中得知 拓拔鱼以拓拔郡勾结 柔然意图造反为名 把拓拔郡关起来了 李卫央情绪激动 前去质问拓拔鱼 拓拔鱼却说 高阳王妃在朝堂上拿着谋反证据与指侦探 证据确凿 朕 也无能为力 拓拔鱼释放了李家人 李卫央偷偷塞了纸条 在七姨娘手中 站住 王上有力 所有出宫的人必须搜人 李长喜找到君陶 将纸条交给了君陶 李长乐前去天牢 奚落沦为阶下囚的拓拔郡 拓拔郡明白 是李长乐出卖的自己 李长乐说是拓拔郡 从没有一天 把他当作妻子 欺骗我 抛弃我 你如今的下掌 就是老天爷给你的惩罚 李长乐 我为你感到不耻 李长乐下令对拓拔郡动刑 并说他没有喊停下 都不要停下 拓拔鱼带着魏央 来到天牢亲眼目睹 拓拔郡受着折磨 魏央请求拓拔鱼放过拓拔郡 如今拓拔鱼已经得到想要的皇位 还要如何 拓拔鱼不知廉耻地说 自己还没有得到他 魏央决定结束这一切 他答应嫁给拓拔鱼 但有三个条件 李魏央要求拓拔鱼为自己父王证明 不在为难上书府的人 最后就是放了拓拔郡 这些条件 拓拔鱼全都答应李魏央 而他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李魏央必须心甘情愿地嫁给他 李魏央去天牢看望拓拔郡 魏央上前拉下拓拔郡的眼罩 告诉他自己是最后一次来看他 很快他将成为拓拔鱼的皇后 从此他们各走各得再无瓜葛 拔郡我们之间的爱给太多人带来了伤害 他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难道你非要我看着他们一个个全部都死去 拓拔郡央求魏央要坚持 不能放弃 但魏央说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他们的爱给太多人带来了伤害 只要他离开他一切都会变好 皇上现在是天子能给自己想要的一切 而拓拔郡什么也给不了自己 为了让拓拔郡死心 他给我想要的一切 你能给我什么 你能给我的就只有这个 连快破石头 还记得宗正府密时发生的事情 你有一生 我真的爱上他 你跟皇上的斗争已经结束了 你输了 你说得很彻底 我把军说不得强 他自己 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 你今天也终于感受到我的感受 我们终于有痛感了 你喝不喝 李卫阳刚服下解药 拓拔郡就吐血晕倒 此时李卫阳才知道只有一颗解药的事 而拓拔郡为了救自己将仅有的一颗解药给自己服下 常如在大殿外听说拓拔鱼已被拓拔郡带人制住 又听说有通往大殿的密道 于是一直在努力的寻找密道入口所在 宗爱趁乱想悄悄逃走 被李敏德飞一刀刺死 李常如突然冲进大殿 举剑欲刺向李卫阳 一旁的拓拔鱼发现 为李卫阳挡下一剑 李卫阳要害你 你为什么要给他挡进一剑 我没有李卫阳 我会是你的妻子吗 阿林中告诉常如 自己为权势而生 如果没有权势那么宁愿去死 我不会让你孤单的 我会陪着你 刘太医替拓拔骏诊之后称 此毒非常霸道 只有解药才能完全解除毒性 以他的医术 只能暂时将毒性压制 无法彻底清除 而拓拔骏的生命 只剩下最多十年 拓拔骏笑称 这几年的生命 已是老天爷的恩赐 不到最后一刻 他都不会放弃 但他要求刘太医和李敏德 替他向魏阳保守这个命 拓拔骏登基 李卫阳为后 拓拔骏和李卫阳 两人举行了大婚典礼 穿上华服的两人脸上 洋溢着幸福满满的笑容 肃星急急赶来找李敏德 李敏德误以为是 拓拔骏出了意外 很快地跑去了拓拔骏的屋中 李敏德看着脸色苍白 闭着眼睛的拓拔骏时 真以为拓拔骏出了意外 十分伤心 可此时 拓拔骏却醒了过来 李敏德十分高兴 并跟拓拔骏说自己 一定会取他的决定 拓拔骏将拓拔骏的罪行 招告天下 拓拔骏的党羽全部服发 李常乐被贬为奴 囚禁太子府 拓拔骏为锦慕太子平反 追封锦慕太子为锦慕皇帝 拓拔骏前往太子府 去见被囚禁的李常乐 李常乐早已生无可恋 他坦诚 自己就是杀害太子妃的凶手 就是我杀了你母妃 为什么 他明明就不喜欢李北洋 为什么他突然就接受到我 我心里好狠 并激动地描述 当初如何残忍行凶的经过 拓拔骏暴怒 刺李常乐毒酒 却始终不肯如李常乐所愿 亲手杀了他 拓拔骏 这辈子最大的悲哀 就是爱上了你 李常乐终于喝下毒酒 结束了他作恶多端的一生 拓拔骏处理政务时突然吐血 此时李卫央带着他们的儿子 红而前来 拓拔骏赶紧表现出没事的样子 父皇 喝碗参汤吧 哦 乖 拓拔骏还像当年一样 手把手地教李卫央写字 李卫央无意间发现了拓拔骏酷显的事 才知道拓拔骏并没有完全紧 虽说李卫央心里十分难受 但他却没有当面跟拓拔骏指出此事 拓拔骏的毒性已经无法压制 刘太医私下里对拓拔骏说 如果当年这唯一的解药是皇上自己服下 而不是让给皇后 那么大卫必将更加强盛 拓拔骏却对当年所做的选择无怨无悔 他让刘太医继续保守秘密 他说如果没有皇后 这江山对他而言毫无意义 魏央在屏风后听到这番对话 压抑着痛哭不已 拓拔骏和李卫央去了当初的那片花园 两人还一起种了一束花 拓拔骏告诉李卫央说 他想听琴了 李卫央亲自为拓拔骏俯上一曲 发为夫妻 爱良不已 欢愿在今夕延晚 几两时 听着琴声的拓拔骏静靠在李卫央的身上 永远地离开了李卫央 红儿登基称帝 李卫央成为太后 二人再百官的朝拜下 缓缓走向大殿 拓拔骏 我会不惜一切 守护大 守护我们的家 以后带着你的这份爱 好好地活下去 我会让你 看到一个锦绣江山 好 好